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你重生了 前世的你不仅每天欺负她 更是把她当成了一个笑话 但是她对你的喜欢却从未改变 为了你 她情愿去吃了十年的馒头 只为追赶你的脚步 为了你 她每天放学都是最晚回家 只希望能减少一顿毒打 为了你 她最后选择了跳楼自尽 而你那时才知道 原来自己一直被一个女孩 默默地守护了十年 既然上一世你用生命守护着我 那么这一世 就换我来用生命保护你吧 这一世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此时 楚又鱼也低着头 缓缓地坐到了座位上 可当她看到客桌上的文具盒时 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几只破旧水底 此时全被拆得粉碎 散落在桌面上 楚又鱼没有说话 因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被别人恶搞了 只是强忍着泪水默默地放进文具盒中 可就在这时 却又猛然间发现桌面上的大片涂鸦 丑女 抠门 自闭症 每一句谩骂都像是刀片般 搁在她那本就脆弱的心灵上 过去给楚又一道歉 刘川 你没搞错吧 我凭什么要给她道歉 老子欺负的人多了去了 也没见给谁道过歉 你现在让老子去和一个女人道歉 怎么可能呢 给楚又鱼道歉 我 我知道了 你别打了 我现在就去道歉 对不起 楚又鱼 是我做的 我知道错了 听到道歉后 楚又鱼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只是用力地遮住扑红的眼睛 试图挽回她仅剩下的尊严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让你回家 走了 一起回家 这么晚了 不安全 我送你 没 没事的 我一直很晚回家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等会你自己回去更危险 晚上回去有个伴一起聊天 不听好的吗 好 好吧 日月的冰城夜晚已经有些寒冷 楚又鱼穿得很单薄 缓慢地跟在你的身后 校门外小摊小贩已经快要收摊了 楚又鱼看着那冒着热气的煎饼果子 很饿 但还是忍住了 看来是时候开始投喂小汉包计划 正好我去买点东西 你在这里等我 别乱动了 所以你好 小兄弟 要什么 来四个金饼果子 看了看那香气四溢的小吃摊 楚又鱼又咽了咽口水 四次架定了决心 缓慢地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破旧的钱包 可翻开钱包 里面只有周八八的一张一块钱 那还是他的两天早饭钱 大白馒头一块钱四个 省吃俭用能够他吃两天了 好你个楚又鱼 找了一圈才找到你 你还真不好找 每次找你都说没钱 这次我看你都要买东西了 总归有钱了吧 住手 你干什么 你算哪根葱啊 少管闲事 这红发太美不是周晓妮吗 是上一世工作后同事老周的女儿 我靠 老周这个老骗子 不是说自己女儿乖得很吗 怎么高中时候还是个小太美啊 我算哪根葱 勉强算是你干爹吧 你 你找死 周晓妮 你最好马上走 不然 不然怎么样 我今天和你没完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不是说了吗 我是你干爹呀 当然认识你爹了 东城花园三号楼五零三室 你爸爸叫周昌昆 对吧 听到你真的知道他爹 还知道他在哪住 吓得以为你要告家长 赶紧灰溜溜的跑远了 谢谢 同学之间 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嘛 诺 这个给你 我今天很高兴 因为我交到了一个新朋友 他的名字就叫楚又鱼 你看着楚又鱼 那憨憨可爱的模样 不禁地欣慰一笑 可是他却并没有 马上去吃掉它 强行忍住了诱惑 想着回家带给奶奶和妹妹吃 吃吧 你妹妹和奶奶的 我早都准备好了 你现在快点吃 我们快点走回去 你奶奶和你妹妹 还能吃上热乎的煎饼 楚又鱼发现被你看出了心思 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一张樱桃小嘴微微张开 很快一份煎饼就被楚又鱼吃完了 刘川 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太晚了 你先回家吧 没事 我顺度 快走吧 不然煎饼果子就要凉了 前面就是我家了 那那个刘川 你要不要进去坐坐呀 不了 下次我再来吧 天也不早了 再不回去 我估计又要被帮妈妈了 对了 明天我来接你哦 记得在家门口等我 知道了吗 没等他拒绝 你转身就走进了黑暗的街道里 刚才说是顺路 但是他怎么是往反方向跑去了 你还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他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他应该不会来了吧 是在等我吗 小汉包 你你是跑过来的吗 小汉包 你这我也太好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最喜欢吃馒头了呀 小汉包 你这馒头拿买的呀 这么好吃 真的吗 那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带好不好 那你先吃早餐吧 牛奶等下凉了就不好了 不 不用了 你昨天已经请过 我吃煎饼果子了 厨佑鱼 你果然还是嫌弃我 这个我可是一大早就起来买的 没 没有 我吃还不行吗 那个 在学校里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这小汉包 现在太不自信了吧 看来是时候改变他的外在 给他找回些自信才行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啥事 想找你聊聊天 呃 不愧是咱们班的老刘啊 学校的校花都来找你搭讪 那个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喊什么气啊 走了 一起回家 我 我们不要一起回家了 刘川 我自己回家可以的 嗯 原来还是对自己容貌不自信 走吧走吧 带你去个好地方 刘 刘川 我跟你走 你别拽着我好不好 你要听话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随后 除又鱼便乖乖地跟在你的身后 你带着他一路走到了 槟城最繁华的步行街 刘 刘川 我还是回家捡吧 我 我一直都是在家里捡的 听话 让你捡你就捡 你要不听话 我就找校花打扑克去了 我捡 我捡还不行吗 刘川 好 好看吗 除又鱼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 就是亲眼见证了此刻你的美丽 这还是他第一次被别人认同 并且还是一个会对他好的男生 脸上瞬间变得滚烫了起来 随后他转过身 从书包里掏出来一个破旧的小钱包 里面躺着两张皱巴巴的十块钱 这是他两周的饭钱 省得点用勉强能吃饱 二十块也应该足够了 虽然很贵 但是能有幸地站在你身边 对我来说我已经很高兴了 哎 这是我唐姐开的店 不用收钱的 走吧 可是就算是亲戚也要给钱的 我现在只有这二十 我我不知道够不够 不够的话我下次再给你 这 这钱不脏的 只是看起来有点疚 明明刘川对我那么好 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捡头发 可是 可是我却连一张看起来干干净净的钱 都不能给刘川 小汉包 说了不要你的钱 那就是不要 平话 知道吗 不过吗 总不能把你变漂亮吧 这样吧 我正好需要一个家教 以后周末 你都要来找我 给我补课 知道了没 嗯 奶奶 这是我同学刘川 楚奶奶扫了一眼 楚鱿鱼刚做的漂亮发型 再看着他那羞红的脸蛋 奶奶瞬间明白了什么 小伙子 没吃饭吧 快进来 让鱿鱼给你做点饭吃 好啊 谢谢奶奶 小伙子 谢谢你这么照顾又鱼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老太太不会多管 我只希望以后你能好好待他 奶奶 放心吧 我一定会守护他一辈子的 好 有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看来要抓紧时间挣钱啊 小汉包家里的房子要换 除奶奶的病情也不能再担着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 什么 罗文钢涨到几十块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没有犹豫 直接下令将户物全部出售 这一波能小赚个十万块 十万块放在一个高中生的身上虽然不少 但是对于你来说还怨忍不够 儿子 我给你的罗文钢呢 我刚刚开了仓库 怎么都没了 老爸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现在这批罗文钢是归我处理的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呀 再怎么样我也是你老子 我问问你不行吗 你现在赶紧给我把罗文钢交出来 要不然 要不然老子现在就揍你 我帮你把他给卖了 并且还是以最高价出手呢 什么 你卖了 还是最高价 你小子怎么会瞅得这么准 难道我儿子是个商业天才 好 不愧是我儿子 有老子当年的风范 下次有空的带你去白金汉玩耍一番 算了吧 你儿子我可是槟城深情祖师爷 你还是留着自己玩吧 老婆 你听我狡辩 我是一条田狗 前世舔了校花六年 他都没看我一眼 转身就进了富二代的兰博鸡牛 重生归来 我转身爱上全校公认的丑小鸭 结果校花急了 老妈 明天我有个同学来家里辅导我学习 你多做点饭 好呀 你同学爱吃什么呀 老妈好去准备准备 还爱吃肉 你多做点肉就行了 高中了还那么爱吃肉 这学霸肯定是个小胖子 就在你说完准备回去房间时 忽然想起来小汉包好像还没有手机 要是睡前能发条短信的话 那感情岂不是会增进得更快了 老妈 之前的小灵通手机在哪 你不是有一个了 是有一个了 但是我有用 你快给我吧 在抽屉里 你自己去拿 这小子 要两个手机干嘛 一时间 他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赶紧冲进了房间 对着你爸大声吼抱 孩儿他爹 不好了 咱家儿子谈恋爱了 并且对象 可能还是个小胖妞 什么 想当初 想当初我在大学里 也算是个校花 生的儿子也算是半个彭玉燕 可儿子谈恋爱怎么找了个小胖妞啊 老婆 不要自己瞎讲了 就凭我这遗传的情商 那儿子堪比江南第一身情组是也 装什么装 第二天中午 你带着褚佑鱼来到了家门口 刚打开门 老妈就伸出脖子直勾勾地看着后面站着的褚佑鱼 这水汪汪的大眼睛 粉雕玉灼的五官 这也太好看了吧 此时褚佑鱼不知所措的神态 直接击中了老妈的心巴上 她激动地拉着褚佑鱼的手问她 闺女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卒佑鱼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暖吓了一跳 脚底一滑 身子直接撞在了门框上 不 不用了 阿姨 我 我衣服上脏 脏就脏了 哎呦 我的好闺女啊 都是阿姨不好 吓到你了吧 刘川 没点眼力尽 没看见我闺女磕伤了呀 还不快去拿红药水 真是有了儿希望了儿子啊 给褚佑鱼擦完红药水后 老妈又赶忙拉着她的手坐在了饭桌前 好闺女 知道你要来 阿姨特地给你做了你爱吃的东西 来来来 多吃点多吃点 谢 谢谢阿姨 这闺女连白米饭都吃得这么津津有味 那平时该吃的有多差呀 吃吃吃就知道吃没看到我家闺女这么瘦吗 老妈 究竟谁才是你亲生的呀 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 就是就是 儿子 看来以后我们得相依为命了 一顿饭之后 你带着小汉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准备开始补习功课 夕阳西下 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六点 闺女啊 六点多了 别走了 留下来吃晚饭吧 六 六点多了 阿姨 我 我要回去了 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 等着我回家做饭 厨佑鱼向门外走去 你不放心她的安全 也随后跟了出去 随后 在厨佑鱼坐上回家公交车的时刻 你突然想起来了 昨天问老妈要到的小灵通还没有给她 于是赶紧飞了上去 从车窗口里将手机扔了进去 夜里十点多时 你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 便倒头躺在床上睡觉 就在这时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喂 是我 刘川 我知道 只说了一句话 随后沉默了好久 接着电话那边又响起 楚又鱼的声音 刘 刘川 晚安 晚安 可能这就是最青涩懵懂的青春吧 简简单单的晚安两字 就包含了双方想说的千言万语 第二天一大早 你照常带着楚又鱼去了学校 刚进教室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 我靠 川子 这美女谁啊 你居然背着我们找女朋友了 不是说好一起做单身狗的吗 这位美女是楚又鱼啊 人家只是换了个发型而已 你们就认不出来了吗 我靠 还真是啊 居然变得这么漂亮 坐在座位上 回想起刚才被那么多同学们夸赞很漂亮 心情不自觉的感觉开心起来 就在这时 你也从教室外走了进来 坐在了座位上 楚又鱼看到后 连忙从书包里掏出了一罐辣白菜 这是她昨晚熬夜做出来的 小汉堡 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这个 是特意给我做的吗 小汉堡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真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呀 那 那我以后一直给你做吧 你听到这话 瞬间头上冷汗直流 不过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楚又鱼看到你同意了 脸上充满了喜悦 你还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儿子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又鱼 今天数学考试的最后三道大题 是为了流川 才选择没做的 对吧 老师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说 同学之间相处 应该要保持一些距离感 并且流川家里很有钱 你也知道吧 但是你呢 你也清楚自己的情况 你感觉他和你在一起 是因为什么 所以你现在要是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就只能靠学习 靠自己 别人是靠不住的 那一刻 他的眼泪彻底忍不住 即便从小到大被别人欺负了十八年 生活的苦难压着自己喘不过来气 自己都能坚持下来不落泪 但是今天面对你俩的感情 他彻底绷不住 你就像一道光 照亮了他本就灰暗的世界 给了他希望 给了他未来 但现如今你要让他再亲手毁掉这一切 怎么了 小汉堡 怎么还哭了呀 就因为没考好吗 刘 刘川 我们还是不要靠得这么近了 你现在已经是年纪第一了 应该也不再需要我陪着你学习了 我们就这样吧 以后你我就是陌生人了 找你半天的刘川 这次墨地考试 你可掉张脸了 现在马上跟我去广播室 来和同学们发表发表感想 正好趁这次机会 把话说开吧 大家好 我是刘川 这次的年纪第一 在校场的邀请讲 现在来和大家谈一谈 关于学习的谈想 其实我们只为年纪第一 人也很简单 因为有一天我并做了一个梦 梦到十年后 我依旧是分不同通 直到我失去了某个 一直被忽视的人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了不让自己 生命中的炮葬太弱 而我生命中的炮葬 就是一个女孩子 她就在我的身边 就在我的班级里 正是因为她们陪伴 她就是说的女人 是我吗 怎么会是我呀 刘川说是因为我 才能考年纪第一的 太好了 我对刘川是有用的 同一时刻 整个校园的学生 也沸腾了起来 大家都听出来了 这是表白的话语 并且还是当着 全校师生的面 不禁地惹起了 一众女生的羡慕 但是也惹起了 很多女生的嫉妒 怎么会是楚又鱼啊 就是凭什么是她呀 她这么穷 配合刘川谈恋爱吗 一时间 大量的闲言碎语 传进了楚又鱼的耳朵里 长期的自卑 让她听到这些话 瞬间又失去了自信 就在此时 你一脸开心地 从教室外跑了进来 楚又鱼愣了愣眉 等你过来 直接拎起书包 走出了教室 什么情况 刘川 一起回家吧 对啊对啊 一起吗 我刚才在广播里说的话 还不够明白吗 我的人生宝藏是楚又鱼 我这一辈子只认楚又鱼一个女人 你们不要有事没事的过来烦我 这时班主任徐红也走了过来 看着你此时一脸冷漠的模样 她犹豫了片刻 还是告诉了你 她今天找到楚又鱼说的事情 刘川 又鱼就交给你了 知道了 与此同时 楚又鱼正背着书包 躲在教学楼走廊的角落里 她一脸心不在焉 冷风吹过秀发 冰冷的感觉弥漫全身 可楚又鱼并不在乎 满脑子里都是你说的那句话 你是在故意等我吗 又躲在这里 刘 刘川 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你能考年级第一 那都是你自己的功劳 并不是因为我 那听你说这话 就是还要躲着我 对吗 还是说因为班主任徐红 被点中了心思的楚又鱼 惊讶地抬起头 知之无无道 其实 我觉得徐老师说的是对的 我的确帮不了你什么了 小汉包啊 小汉包 你真是个小汉包 我 我不汉的 你还不汉吗 整天这么小的老大瓜 想那么多干嘛 并且你就没想过 其实我做了这么多 只是单纯的想对你好而已 因为你是楚又鱼 所以我才对你好 因为你是楚又鱼 所以你才是我的宝藏 这一刻 楚又鱼眼中闪烁起 精灵的泪滴 自从父母过世 奶奶生病 楚又鱼都是独自一人 生活在这冰冷的钢铁森林里 可现在 你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昏黄的路灯下 与他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片刻后 楚又鱼才从情绪缓了过来 这次对不起了 以后我都不会再躲着你了 是我该道歉的 都是我以前不好 如果我早点走进你的生活 你就不用睡这一堆哭 或许 现在也不晚 不是吗 走吧 这次我考了年纪第一 多亏了你 所以我要好好奖励奖励你 带你去看着惊喜 你拉着他想要来商场 给他买几件新衣服 楚又鱼一想到那些 自己没法承受的昂贵服装 不禁地低下了头 小川哥可不可以买便宜一些的 我川不惯太贵的 什么 你刚才叫我什么 小 小川哥呀 怎么了吗 你听到这话 瞬间愣在了原地 眼眶不由地发酸 流泪了起来 小川哥这三个字在上一试 这是楚又鱼对你的爱称 只不过没想到 这次竟提前了十年 小汉包 你能叫我一辈子小川哥吗 我愿意 不对 我是想说 我可以 走吧 让你买几身衣服 看镜头小汉包 随着一声咔嚓声 照片永远定格在此刻 夜色下路灯昏黄闪耀 你俩就这样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汉包 你说我俩穿了情侣装了 是不是就是情侣啊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亲你一口啊 什么 小 小川哥想要亲我 那我要不要同意啊 他一直以来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回报过他什么 现在小川哥就对我提了这一个请求 我不能这样对不起他 我在开玩笑呢 小汉包 你怎么这么联合啊 是不是在想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啊 小川哥 你捉弄我 你快来打我呀 小汉包 看你能追得上我吗 你别跑啊 小川哥 走吧 送你到家里 不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已经很晚了 你快点回家吧 没事啊 我顺路的 你 你胡我 你家在反方向 你上次都带我去过了 你 你莫以为我真的憨 那行 那我就不进去了 你快点回去吧 回到家后 你忽然想到自己前几天配资炒股的事情 连忙坐在电脑面前 这时你发现昨天买的盐护股份 竟突然暴涨了起来 十万块直接就变成了五十万 接下来的两天半 你除了上学做题 就是利用前世记忆买卖股票 最后足足赚了四百万 小汉包家的房子已经是微房了 除奶奶的病也不能再拖了 现在资金充足 看来是时候行动了 周末 槟城也下起了2008年的第一场雪 已在隔壁杨提子小区花五十万买了一套房子后 又花大几十万买了一辆跑车 用来接送储幼于上下雪 这么大的雪 小汉包住的棚户区没有暖气 没有空调 晚上一定很冷吧 小汉包冷不冷啊 此时的储幼于正抱着妹妹又微躺在被窝里 棚户区的冬天很难熬 小丫头又微每到冬天都冷得睡不着觉 所以每次都是和姐姐储幼于一个被窝里睡觉的 你看储幼于一直没有回复 以为她已经睡着了 所以又发了条留言 小汉包 明天早上不要在外面等我了 天气冷 到时候我来敲门你再出来 晓得不 就在你以为她不会再回短信准备睡觉时 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晓得了 小川哥 我想你了 我 我在干什么 此时的储幼于看着自己发出去的露骨文字 脸颊顿时嗖的一下起了一亩飞红 心里还担心着自己会不会这样表达太直接了 你会不会因此介意 可几秒后 小灵通再次震动了起来 储幼于打开看后 嘴角顿时上扬了起来 抱着飞红的脸躲进了被窝里 诺 这是送给幼于的 你快去吧 别让小幼于等着了 妈 你都还没给我买围巾 我的围巾呢 你一个大男人 身高体壮的 要什么围巾 我的娘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偏心眼的呀 我开玩笑的 小汉包 这么等我不冷吗 身上都快要冻僵了吧 没 没有啊 小汉包 下次可不许这样等我 知 知道了 小川哥 诺 给你你最爱吃的馒头 看着眼前这两个从小汉包怀里掏出的热乎乎馒头 眼泪夺快而出 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喜欢就能让储幼于毫无怨言的为此去辅出 嗯 走吧 进车里再说 坐在温暖的车内 储幼于感到无比的开心 伸手想要从包里拿出一条白色的围巾 这条围巾是她熬了好几个夜晚才勉强制出来的 对了 这个给你 我妈妈怕你冷 让我带过来送你的 看着漂亮的围巾 瞬间感觉自己的围巾根本拿不出手 失落地低下了头 将自己织的围巾默默地放在身后 小汉包 你在想什么呀 怎么 送你围巾还不喜欢呀 没 没有啊 小汉包 你手上是不是藏了什么 是不是给我的呀 这是我为你织的围巾 可是我感觉你不会太喜欢 因为织得很粗糙 没有办法和你送给我的箱底 小汉包 还是你最疼我了 你知道不 你是第一个给我织围巾的女生 我妈现在都不管我的死活了 真 真的吗 你真的喜欢啊 当然了 反正你比我妈强多了 那 那我以后一直像妈妈一样关心你好不好 不对 小 小窗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想一直对你好 想一直给你织围巾 我都明白了 小汉包 我也想一直对你好 刘川 别以为上次考试考了年纪第一就开始得意忘形了 这次表演你要是搞砸了 我同样说是你 咱俩不是搭档吗 不是只负责会场布置吗 怎么我还有表演 陈校长没告诉你吗 昨天一个女孩受伤了 没办法参加节目 可是节目表单已经交上去了 现在必须要一个人顶替 然后陈校长就毫不犹豫的推荐了你 不会吧 校长是故意整我的吧 那我不管 你好好准备吧 那个堂姐 你看咱那商量的事不 我知道你学过跳舞 不如这次你先帮我停一下 等到了下雪期 我再帮你停一下 怎么样啊 刘佩佩听着你的话 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 并且她也不想再故意刁难你了 于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下学期就都毕业了 根本就没有文艺联欢会了 刘川 你就是想让我白帮忙 我现在就找陈校长说句 让她给我评评理 刘佩佩一溜烟地跑回了教室 以看着刘佩佩离去的背影 顿时感到头皮发麻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此时楚又鱼悄悄地追上了跑远的刘佩佩 随后用手指轻轻地戳了戳她的后背 同学 我不叫同学 我叫刘佩佩好吗 如果没事 请不要过来烦我 哦 刘佩佩 你好 我叫楚又鱼 哟 又鱼竟然是你 别怕别怕 我是刘川的堂姐 我生刘川的气呢 和你没关系 那 那姐姐 你不要生刘川的气了好不好 刘佩佩看着楚又鱼可爱害羞的模样 心都要被萌化了 隐隐约约开始有点嫉妒起了你 我可以不生气 但是你得叫我一声佩佩姐 佩 佩佩姐 没事 我不生气了 不就是上去表演吗 我来就是了 不 佩佩姐不用了 我想自己来 你来 嗯 我会唱歌 我想 刘佩佩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惊讶了起来 他知道楚又鱼心里想干嘛了 所以就没再阻拦他 点头答应了下来 周末的冰城又下起了大雪 天空也暗得很早 文艺联欢晚会也在一阵阵欢呼声拉开了序幕 楚又鱼站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 他要演唱的是启风了 是你利用前世记忆抄写出来的歌 他让佩佩来了 care 导演唱ателей又天空也一道 这 neh红川探中谧停停泉 这橡标的分枕 这是啥歌啊 歌词好 唱的也好听 楚又鱼还有这项天赋 厉害啊 在漫天雪花的点缀下 她的一颦一笑都胜过星星与月亮 像是一株盛开的雪莲 在羞涩与期盼中悄然绽放 恍惚间你突然发觉到 或许老天爷让你重活一世 并不是让你来当小汉包的旧事主 而只是让你陪着他一起成长 一起相互治愈彼此破碎的心 我曾在那一世之处打 也传你一世之谋话 不得真假不做挣扎 不去笑话 我曾将青春快用战斗 也曾指尘再出生下 请着所动且就随人去放 现场一下变得落真可闻 他们跟随着音乐仿佛看到了高中三年来 自己那从未停歇的角度 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的样子 慢慢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 很快音乐结束的那一刹那 除又于一个宁静的身姿停在了原地 除又于看到这一幕 心中也是涌出了一丝喜悦 可就在这时 刘佩佩却忽然站起身来 反手又给了你一大笔筒 刘佩佩 你是不是有病啊 动不动就给我一巴掌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着除又于上台表演 你还开心地出来 你知道他听到你要被校长骂 有多担心你吗 你知道他为了你承受多大的悲伤吗 我 你听到这话 神情瞬间恍惚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除又于也从舞台上缓缓地走了过来 站在你面前 小 小川哥 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 你唱得很好听 直接把我整个人都迷住了 我现在看到你都走不动路了 除又于 你说 你是不是要对我负责呀 哼 真不知道某些校草有什么好的 听说 还自封自己是槟城第一申请组食言 结果还让一个女人顶替他唱歌 自己去连唱一首歌都推三组四的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你还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 此时已经临近过年 街道上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 奶奶 我想出去一趟 把小又微也带上吧 奶奶我呀 想一个人清静一下 等会儿就要睡觉了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清晨雨 怎么回事 小汉包 你没事吧 小 小川哥 我 我要回去一下 我 我感觉 我奶奶好像出事了 在上一时 奶奶 奶奶 你醒醒 奶奶 奶奶 你醒醒 你不要丢下我 看到这一幕 你不禁的心酸了起来 你不敢想象 上一时当楚又于自己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 她是如何度过的 别怕 小汉包 有我在这里 不会有事的 救护车来了 快送奶奶去医院 很快楚奶奶就被送到医院 推进了急救室 但是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楚又于摸了摸自己的破旧小钱包 这几年自己拼命勤工俭学 也就只有一百五十多块 其中那一百块还是上次你给她的 放心吧 一切都交给我 随后你就站起来带着她去缴费办理住院手续 交完费用后 看到楚奶奶成功做完手术被推了出来 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别瞎想了 医生都说了 奶奶的病不是什么大病 动个小手术就能好 嗯 谢谢你 刘川 我等一下让我爸妈来照顾奶奶 现在你和我出去一趟吧 可 可我还是担心 我想陪着奶奶 小汉包 你以为我叫你出去干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咱奶奶吗 那 那好吧 走吧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随后你很快就带她来到了羊蹄子小区 打开房门后 楚又于在这一刻才明白你的用意 以后你和奶奶就来这边住吧 这样对于奶奶后面身体的康复也会有好处 怎么样 喜欢吗 喜 喜欢 那就一起搬进来吧 不管是奶奶养病 还是以后又为上学都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对吧 这一瞬间 楚又于是真的心动了 想要接受这里的一切 都和她做梦里的一模一样 她想要这种生活 但是沉思了一会儿 还是抬起头 不行 你已经帮了 我太多了 我真的不能再接受你的好 这房子太贵重了 那奶奶呢 她的病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休养才行 你总不能看着她就病复发吧 用这件事来逼楚于让步真的太残忍了 但是为了她的未来 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 我可以去打工 我买不起房 但可以努力租一个 在之前我就一直打工 一小时能拿到两块五的时薪 为了奶奶 我可以再辛苦一点 那要是奶奶的身体等不及了怎么办 那要是影响了高考怎么办 小汉包 就当我求你了 我 我就是 不想再让你是苦了 可以吗 不可以 既然楚又一不答应 那就让她自己意识到 那个老房子的危险性 于是你就借口说 要给奶奶安排一个合格的养病环境 帮她改造一下之前的老房子 随后你就带着她来到了棚户区 从车上取下来一把小锤子 你待在这里别动 等下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过来 刘 刘川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快出去吧 房子已经裂开了 裂就裂了 后面再不败 果然 楚又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看着墙上的裂纹随着咔咔声越来越多 她吓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小心 我 我们不要改造了好不好 我搬 我搬还不行吗 想好了吗 答应了的 可就不准反悔了 不 不反悔 我 我想好了 虽然楚又鱼接受了 不过长年以来养成的自尊自爱的性子 让楚又鱼一时间也很难转过这个问 想什么呢 小安保 你以为我给你白猪啊 你是要补偿我的 那 你想要让我补偿你什么呀 既然你住了我的房子 那你就要帮我好好保管好打草卫生啥的 拼明白了吗 就这么简单 房子没人打草可不行 虽然这个要求对于楚又鱼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她那过意不去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大年三十 冰城的年位才刚开始 此时 楚奶奶已经顺利出院 除了身体因为长时间的营养不良 基本上已经没有大问题 又鱼 要好好谢谢你的男朋友 知道了吗 知 知道了 奶奶 我这算是被彻底认同了吗 看来做的这些努力也算是有了回报 前世我和楚又鱼的恋情 阴楚奶奶去世的早 没有得到祝福 这一时看来 能在婚礼上给奶奶敬一杯酒了 对了 小汉包 这个给你 不用了 你上次给的还有好多 拿着吧 这个假期 我可以经常来这边蹭饭 总不能让我饿着吧 好 好吧 刘川当然不是真为了蹭饭才交伙食费的 主要还是改善楚又鱼一家子的伙食 营养不良虽然不是什么大病 但会让抵抗力下降 有了这笔钱 楚又鱼也不用再紧一缩始了 寒假很快就过去 冰城一中 开学第一天 学校里很是热闹 没想到刘川和楚又鱼走到了一起 楚又鱼抬起头真漂亮 看起来真是狼才女貌 是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白马王子呢 不是那个谁喜欢你吗 闭嘴 逃打阿尼 高中时期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更何况是高三冲刺时期 摸底考试结束 任客老师们就开始了批阅学生的识卷 这些学生怎么回事 这么多简单的题都不会做了 就是 一个寒假过去 把老师教的完全还回来了 这可是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学期要是一直是这种水平 本科率估计会很惨 哎 这些学生就是缺少监管 自控力太差 老师明明都交代寒假 要好好复习的 这倒好 每天都会背的诗词都能忘 简直岂有此理 宇文老师忍不住拍着桌子的 英语老师没有加入讨论 继续拿着红笔刷刷地打着分数 可当笔尖触碰到下一张试卷的时候 英语老师眼神一顿 选择题竟然是全对 看来还是有学生没有在寒假放松 嗯 好 竟然又是一张满分卷 高三二班储幼鱼 居然不是自己班的 是徐红老师班上的 英语老师有些小失望 不过他很快又燃起希望 将旁边的第一张满分卷拿出来 哎 怎么还是高三二班 而且居然是流川的 他的成绩进步这么快吗 徐老师 你们班上真是有两个好苗子啊 英语都是满分 其他科要是不差 今年怕是稳稳的译本啊 诶 谁 还能有谁 流川和楚幼鱼呗 这两人 语文也是接近满分的高分成绩 特别是流川 进步实在是大 上次语文还是拼科 过了一个寒假 就已经追上来了 看来是有好好复习的 是两个学习的好苗子啊 今年怕是985 211不在话下 什么985 211 格局小了 清北也是能上的吗 班上出两个清北的苗子 徐老师今年学校的奖金 怕是拿定了 另一边 徐红再次找到楚幼鱼 想起上一次上到楚幼鱼的经历 他始终有些不好意思 幼鱼 跟我来办公室一趟 有些事和你说 徐老师找我干什么 难道是我考杂了吗 不应该啊 这个时候办公室已经没有其他老师了 不是下班 就是回本班上课去了 来 幼鱼 喝一点吧 暖暖身子 楚幼鱼把杯子捧在手里 热气阴晕而上 楚幼鱼也感到了一丝满意和安宁 徐红张了张嘴巴 可看着楚幼鱼那双楚楚可怜的桃花眼 便有些欲言又止 楚幼鱼似乎看出了徐老师的纠结 开口说道 徐 徐老师 上次的事 没 没什么的 楚幼鱼的声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 非常的细微 但却流露出真诚 徐红愣住 莫名的情绪充斥心间 感动的同事更多的是感慨 多么善良的女孩啊 那金字般的内心 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温暖别人 谢谢你 幼鱼 上次是老师说的太过了 你能原谅老师 老师真的很感谢你 老 老师 真的没事 你 你不用谢我的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这事了 幼鱼啊 老师有个问题 如果不方便 你也可以不回答 没关系的 就是你的成绩 怎么突然就提高这么多呢 有什么诀窍 我还以为自己又考杂了呢 楚幼鱼把自己寒假和流川 一起复习功课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徐红当听到是流川时 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心中大为震惊 还真是流川那小子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 不险山不露水的 感情在这儿伴猪吃老虎 难道是因为爱情的力量 钱能得到激发 你还是学校公认的丑小丫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来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小小川哥 我们这是去哪 带你去个好地方 这么晚了 我感觉不太好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都高三了 又不是小孩子 哪里不好了 反正就是不太好 小汉包 我看你不光汉 还很苦白 你不知道吗 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就是要和心爱的人 一起逃一次课 去看一看城市最美的情况 小汉包 你还真是个小汉包 不知道多穿点衣服 再出来 我 我不冷 说你汉 你还不自知 刚才都发头了 还说不冷 你还说我 你 你穿的才是最少的 不管 反正你不冷了 我就暖和了 这段时间的相处 楚又鱼非常信任地跟着流川走着 小川哥 我们到这里干嘛 小汉包 这荒郊野外四下无人 你觉得我会干嘛 当然是给你惊喜了 只见流川头看着天 轻易不定的楚又鱼 也学着他的样子仰头看了起来 此时漫天的繁星绚烂璀 哇 好美 小川哥 这么晚你带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看星星吗 当然 不然你以为是干嘛呀 哦 这样啊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星星了 如果对着流星许愿 真的能实现 小汉包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 我希望我的家人健康 幸福地生活下去 也包括小川哥你 那就许个愿吧 可是这里也没有流星啊 时间差不多了 你看那边 只见原本湛蓝安静的天空 竟然有无数的流星划过 真的有流星啊 这么多流星 是不是能许很多个愿望 楚又鱼 不可以那么贪心 许两三个就好 不知道许了几个 什么愿望的楚又鱼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流川 他笑了 这一笑仿佛叫满天繁星 都黯然失色 二人就这样一起欣赏流星 时间仿佛都定格住了一半 苏同学要不要喝杯奶茶 喝什么奶茶 苏同学最近在减肥 别添乱 苏同学 要不要我请你吃好吃的 你俩烦不烦啊 我都说几遍了 别跟着我 这不是流川的车吗 我们到这里来干嘛呀 你饿不饿 回去我给你做饭吧 难得周末 带你去这家吃好吃的呀 是这家吗 看着眼前装潢精致的海鲜店 楚又鱼感到了一丝胆怯 像这样的高档餐厅 他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那你还不是楚又鱼吗 流川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烦死了 苏同学 你在看什么 是想吃海鲜了吗 吃什么吃 别烦我 这家店可都是好东西 咱俩加加油 一定要吃回本 吃回本 楚又鱼一脸茫然 他从没吃过自助餐 所以对流川说的吃回本不太理解 这家店888元一位 能吃多少吃多少 所以小汉包你可要努力哦 我的妈呀 一顿饭都快赶上我好几个月的伙食费了 快走快走 别担心 我早就提前定好了 现在可退不了了 你就放完心吃吧 又要让你破费了 这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来到餐厅后 平生第一次吃自助的楚又鱼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只见流川拿了一大盆海鲜堆在了餐桌上 着实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条 小川哥 自 自助餐 是要这么吃吗 你随意 吃得开心就好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888一位 你可是要吃回本的呀 楚又鱼的饭量流川还是清楚的 之前为他做了整整一桌子菜都能吃个精光 这些海鲜又算得了什么 对对 要吃回本的 我尽力 你教我怎么吃吧 先把这个口打开 流川开始教给楚又鱼怎么吃螃蟹 还有各种稀奇食物 楚又鱼学得很认真 知道了方法的他吃得也越来越快 来来往往的人们都被一张桌子上的战况吸引的位置侧目 这小姑娘看着这么瘦弱 怎么这么能吃 可恶 这个楚又鱼 居然和流川走得这么近 此时的苏音音正打算前去质问 可随即就冷静了下来 不行 气急败坏不是我该有的样子 苏音音要冷静 苏同学 你想吃什么我去帮你拿 这种事轮得到你吗 我去帮你拿 你俩都给我安静点 苏小花 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你知道流川和楚又鱼的事吗 我知道啊 这狗东西整个寒假都没找我玩 天天和楚又鱼在一块呢 怪不得整个寒假都不找我 另一边 不到半小时的功夫 楚又鱼桌前螃蟹可堆积成山 盘子更是落得老高老高 怎么样 小汉包吃饱了吗 嗯 吃饱了 吃饱了 我们走吧 嗯 小 小川哥 我 我吃灰本了吗 吃灰本了吗 这个问题 你不应该问我 你看他们就知道了 我指了指一边的工作人员 从对方目瞪口呆的表情来看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夏天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预示着别离 但也是对于他们整整三年努力成果的检验 不管是废寝忘食真努力了 还是做做样子感动自己假努力 都将在高考这天 上战场迎接试题的战火洗礼 小汉包 抬头挺胸 别紧张 相信自己可以的 好 这时 考生进入考场的广播也响起了 同学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 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那么李渔月龙门成为别人家口中的孩子 进入顶级学府 是每个华夏家庭对孩子的共同愿望 小汉包 今天这是最后一场考试了 已经全部结束了 你觉得你考的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就是 就是有些不确定 拿出点资讯来啊 小汉包 我可是很相信你的 而且 放心吧 不管你考到哪 我都会陪着你 喂 为什么 因为有你的地方才是我的青春啊 时光荏苒 两周时间像是被加速了一样 很快就到了高考查分的日子 此时 楚又于握着刘川的手紧了紧 感觉有些心绪不宁 怎么了 我别的都不担心 就是作文心里没底 其他的都在心里对过 分数应该差距不大 那你写的什么 我 说吧小汉包 我又不会笑话你 我 我写的是我最重要的人 是继续文 流传一愣 心中一动 大戴知道了楚又于写的是什么内容了 没事的 考得高 当然好 考得低 大不了就陪你去个普通学校呗 反正也不会太差 总归是个九八五八 嗯 那我先查吧 那我考人再看你的 随后流传输入了自己的账号密码 打开了网页 嗯 意料之中 发挥极其的稳定 反正清北是随便选了 说不定还会被招生办打电话来请 流传倒是很淡定 楚又于捂着嘴 差点跳起来 非常的开心 为流传而高兴 但等到要查自己的分数时 他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放在键盘上的手都有些颤抖 不要怕 无论如何 我都会陪着你的 楚又于缓了一阵神 终于鼓起勇气 输入账号密码打开了网页 数学与英语 都是高分和他预料的差不多 楚又于缓缓松了一口气 然后有眼神下意 去看语文成绩 145分 流传震惊了 145妥妥的语文状 太太好了 我真的好怕扯你的后腿 不要瞎想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成绩已经出完 一切都算是尘埃落地 也不用再去纠结了 回到教室 本来还嘻嘻哈哈 嘈杂的空间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刘哥 怎么样 今年肩膀提名做个状元没问题吧 发挥的一般般 谦虚了不是 你当了状元 我们出去也好吹嘘 有个状元兄弟啊 那怕是没这个机会了 嫂子 刘哥得不了状元 肯定是把位置让给你了吧 这张兵还真是会说话 没 成绩感觉和想象中有点差距 没事 你们就是发挥失常 但在失常 刘哥和嫂子肯定上的重本 轻轻松松 对啊 上个一本没问题的 嗯 说不定我们还能继续做同学了 我有说我发挥的不好吗 我只是觉得一般般 在想选清华还是陪的而已 平淡的声音像是吟唱的咒语 沉默大震将教室笼罩 果然 无形装逼最为致命 闺女 快去洗手 今天阿姨给你煮了鸡蛋 玉米红薯 还有瘦肉粥 老妈 我和我爸在家的时候 都是稀饭咸菜馒头 一片心也太过了 少废话 就算给你俩爷子喂猪食 还不是一样的能长肉 我的乖女和你们能一样吗 对了 你昨天不是查成继去了吗 成继呢 你真是我骑马呀 高考差分这么大的事 都能忘记 你以为我关心你的成继 我只是想知道 我闺女考的怎么样 又鱼 你告诉阿姨考的怎么样 没关系的 要是考的不好 我让刘川陪你到同一个城市上学 阿姨 我考的很好的 清北应该没问题 这都是我教的好 关你什么事 这是我家闺女厉害 我原本以为 楚又鱼顶多能考个985 可竟然考上了清北 这实在是有点太优秀了 江梅都有些患得患事起来 她看了一眼乐呵呵啃着玉米的流川 都感觉自家儿子配不上厨鱿鱼了 臭小子 就知道吃吃吃 不知道给鱿鱼包个鸡蛋 一点都不知道珍惜这么优秀的闺女 鱿鱼啊 今天晚上就在这吃 把奶奶和妹妹叫过来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我的分数还更高呢 你咋不比我做好吃的 更高 你多少分 流川像是梭哈装叉的发哥 缓缓用手指比出一个数 旁边的老刘刚咬了一口鸡蛋 都没来地级咀嚼 直接惊得吞了下去 使劲在那咳嗽 我低个神 刘家怕是要出状怨了 随后他直接拿出电话 开始给各个亲戚打起电话炫耀 二姐 你知道我儿子考了多少分吗 那可不嘛 妥妥的状怨啊 我跟你说啊 我还有个闺女也是状怨呢 流川高考拿下高分消息 很快铺天盖地地传开 学校门口连夜拉起了横幅 一条横幅比得过成千上万的招生广告 友好 这不是庄业妈妈 去买菜啊 哈哈哈哈 是啊 去买个菜 你家流川真是太有出息了 居然考上了清贝 真是不明则意 一明惊人啊 好好好 这不是遗传我了吗 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儿子的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傍晚楚奶奶和楚又威也接到消息赶了过来 楚又威一下子就扑进了流川的怀里 小川哥哥真棒 姐姐也很棒 好好啊 恭喜你们啊 又鱼 还有流川 吃过晚饭 一家人开始研究起到底去哪上学 学什么专业 这才是大问题 你们想好去读哪个大学了吗 我们想好了 就去清北 至于专业嘛 我想学经商 学经济学 小汉堡想学计算机 我觉得挺好的 好呀好呀 又一挑自己喜欢的就行 以后的日子有流川顶着呢 一家人其乐融融 聊着最近的去世 和未来的规划 日子也逐渐清闲了下来 小川哥 我想要去打工 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想法了 我想要去体验一下 多积累经验 好不好吗 我有说不答应吗 正好淘宝店需要一个模特拍特照 但是要怎么让他答应呢 小汉堡 我倒是有份工作需要交给你 开工资的 怎么样想不想来啊 神 什么工作 只需要你换不同的衣服 然后摆动做拍照就行 可 可是我不会啊 小川哥竟然叫我把拍照 当成一份工作 不会是要像商场一样 穿上修人的服装吧 没事 我会教你的 不 不行 想什么呢 只是拍照而已 而且到时候 我都会在旁边 那 那也不行 小汉堡 这是我的事业 汲取你的帮助 你不是一直想要帮我吗 而且你不想和我一起奋斗吗 一起开创属于我们俩的事业吗 嗯 好 好吧 让我试一试 那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现场看一看 掏出手机给陈小醉说了一声 然后刘川就开车带着楚又鱼到达了现场 刘总 你来了 先进去再说 小 小醉姐姐 又鱼妹们 好久不见 小醉姐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 姐姐 我现在给你男朋友打工呢 站在旁边的刘川无奈地看着两个女人在这儿互动 唉 算了 谁叫一个是老婆 一个是手下的得力干将呢 喂 大老板还公布工作了 当然工作了 我这不是让你们叙叙旧吗 随后刘川签助楚又鱼性质高昂地走进仓库里 里面已经选出一个地方作为摄影棚 醒来的女摄影师已经就位 就等着模特上场了 小汉包 你看这些衣服 你穿起来肯定很漂亮 而且我会在旁边陪着你的 走什么 一个模特打够 你也得排 什么 我 我也得排 刘总 不要开玩笑了 没给你开玩笑 赶快去换衣服 别让摄影师等久了 刘总 我也没有当模特的经验啊 要是搞砸了 岂不是自杂招牌 没事 除鱿鱼也没有经验 不也还是上去了吗 那是因为鱿鱼气质好 长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我哪里能行吗 难道陈姐觉得自己不漂亮吗 你 你胡说 去就去 谁怕谁啊 陈小醉沉默了一阵 不情不愿地拿起衣服进入了幻衣间 小醉姐姐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你的好老公 说缺人 非要我也来当模特 好 好老公 小鱿鱼 看把你修的 他又凑近储鱿鱼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然后就见眼前的少女的头顶冒出一旁青烟 休得低头不敢看人 也不知道那小子有什么好 竟然将小鱿鱼迷得神魂颠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刘川等的花都快卸了的时候 门终于有了一丝动静 小川哥 好看吗 好看好看 我家小汉包 真是太漂亮了 小汉包 你现在就算说想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给你摘下来 切 就知道吹牛 幽鱼 你有没有看到满房间都是牛 好好了 去拍照吧 陈小醉不愧时候是有名的企业家 不仅气质上没得说 做什么上手都快 看来以后将公司交给陈小醉打理 能力上完全可以放心 这时 陈小醉拍完一套衣服 继续去更衣室换其他的 摄影师招呼楚又鱼上去 楚又鱼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油油郁郁地站上前摆了几个动作后 还是很僵硬 总有些放不开 眼前这个女孩气质脸蛋都是我见过最顶级的 比那些大明星还要漂亮 但脸上的表情太不自然了 拍出来的效果肯定不好 算了 狗屁的字笔啊 老子本来就要活他一辈子 来 龙穴 先遮痒 然后遮痒 楚又鱼直接破题微笑 像是雨后盛开的玉兰花 虽然有点点泪痕 但更添一丝柔美 刘川都看呆了 咽了咽口水 连自己的动作非常的女性化都没发现 刘 刘总 你这是 有了刘川这个厚脸皮的指导动作 楚又鱼越来越熟练 摄影师见到相机里那像是天使一般微笑着的女孩 也敢探着 唉 有些人真是老天爷赏饭吃 终于结束了 累死了 哈哈 辛苦了辛苦了 可以下班了 来 小汉包 这是你的工资 不 不行 我不要 鱼 你工作了就该得到回报 不然你小川哥就成了黑心老板了 对 小汉包 你也不想我被人传信话吧 那 那好吧 好了 小汉包你和陈姐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将照片上传到网上 08年是淘宝的大风口 可谓是放投注在上面都能上天 不一会儿 产品上架 淘宝店总算是开得起来 刘川心里的大石头也落定 感觉这两姐没关系还真好 她们不过你就认识了几天而已吧 果然女人不可以以偿也夺知 你俩说啥呢 神神秘秘的 没啥 刘总处理好淘宝店的事情了 算是大功告成吧 以后就看陈姐的了 暑假结束 我和又鱼就要去外地上学 还要陈姐多多照看一下店里的事情 放心吧 肯定不让刘总失望 开单的口碑很重要 一定要让顾客满意 现在陈姐兼职发货和客服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 你多辛苦一下 等淘宝店搞起来之后 我会请专门的人员来协助你的 好的好的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岁月不拘 时节如流 转眼就过去了半个月 陈小醉忙得晕头转向 淘宝店里每天的订单 已经增加到一百多单 光是打包就需要很久 陈姐陈姐 刘总 今天怎么舍得过来了 这不是过来看看陈姐吗 给你买了雪糕 小醉姐姐 给 谢谢鱿鱼 这里热 赶快去办公室吹空调吧 不要以为一包雪糕就能收买我 你不吃可以还给我 谁说我不吃的 哼 陈姐 来办公室吧 我有事问你 陈小醉知道刘川无事不登三宝店 今天来肯定有工作要交代 他也没什么好怕的 走路生松的跟了上去 陈姐 你先说说 最近店里的情况吧 陈小醉也严肃起来 清理了一下嗓子 开始详细的叙述着店里的营业情况 刘川听得直点头 陈小醉的能力的确无可辩驳 即使是突然抽查 也说的条理清晰 有理有据 现在一天纯利润就将近上万了 订单越来越多 而且订单每天都在增长 那就扩大仓库提高存货量 一定要把货源保证充足 刘总 网店不稳定 靠流量就是靠平台吃饭 贸然扩大仓库 要是平台把流量给掐断了不给饭吃怎么办 扩大仓库存货 我担心风险变大 要是资金链断了就得不偿失了 目前这样就很不错 利润也不低 一个月能赚几十万 这可是在08年的几十万啊 在槟城买房都能买好几套 时不我呆啊 此时不抓住急遇扩张 以后可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放心吧 现在网络迅速发展 网购在未来几年内还不了 行 我知道怎么做了 小川哥 我想去店里帮忙 可以吗 怎么又要去打工了 我想多锻炼锻炼 现在都是些粗活 你干不了的 上次让他去当模特拍照 回来直接被老妈臭骂一顿 要是再去一次 估计会被老妈胖揍一顿 我可以的 我不怕累 小汉包 不是我不让你去 而是真的很辛苦的 到时候我心疼了怎么办 我想去 你就答应吧 好好好 我答应 行了吧 接下来几天 刘川每天早上都去百乐和园 接楚幼鱼去公司那边上班 刘总 你这个大老板还真是悠闲 压榨女朋友也有一手啊 居然让幼鱼来给你打工干粗活 幼鱼啊 你是老板太太 哪有去做这些粗活的 他希望这个不是亲妹妹的妹妹过得好 看现在这个样子 幼鱼是被刘川拿捏得死死的 他当然不乐意了 这 这是我的工作啊 我是小川哥的生活秘书 应该做这些 果然处于恋爱中的人 都是无可救药的 您的快递到了 老妈 是不是你买什么东西了 不是衣服啊 是录取通知书啊 录取通知书 我瞅瞅 真的是清北的通知书啊 我看看 我看看 还有不错啊 两个孩子都考上了清北 恭喜你们啊 我要回农村找我表哥钓鱼了 兴奋激动的情绪像是突然开闸的水库 一股脑的占据了姜梅全身的美的角落 眼泪抑制不住的流了出来 好啊好啊 刘家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这下儿子儿媳都成为清北的高材生 这时 楚又于看到姜梅在流泪 还以为自己选的专业姜梅不喜欢 啊 阿姨 别哭了 都是我不好 我选的这个专业帮不到小川哥 我的好闺女啊 阿姨这是高兴 太激动了 就是因为你选的专业 阿姨才这么高兴 那个臭小子选的金融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专业 哪有闺女的好 你也不要老想着去帮她 她也得很 就让她自己去折腾 阿姨 小川哥那个专业其实很好的 有什么用 哪里有做老师做科研的好 好了 这应该是开心的事情 晚上把爸妈叫过来 吃顿升学宴 对了 闺女啊 你还没见过刘川的爷爷奶奶吧 今天就带你见一见 也算是任个人 好 没事的闺女 不用怕 爷爷奶奶都不严厉的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 老刘也将爷爷奶奶 从乡下接了回来 别怕 小汉包 爷爷奶奶肯定会喜欢你的 走吧 让爷爷奶奶也见见孙媳妇 小川子啊 快过来 让奶奶好好看看 小川子 你爸对我说你考上青北了 对 爷爷奶奶 这是我女朋友 楚又鱼 哎呦 好俊俏的闺女 给奶奶讲讲怎么和小川子认识的呀 楚又鱼结结巴巴的开始诉说起和流川的经历 说着说着他也慢慢放松下来 好闺女 现在你们也放假 要不要跟我们去乡下玩两天 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对呀 到时候叫小川子带你去到处走走 风景好得很烈 好的 爷爷奶奶 我会来的 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还是农村的空气好 哎 那个俊小伙有点眼熟 旁边的女孩倒是不认识 我觉得有点像老刘家的孙子 还真像老刘家的小川子 听说小川子都考上北大了吧 村里都传开了 小川子 这旁边的是你的媳妇吗 长得可真君孝 像是电视里的大明星一样 二婶子 这是我女朋友楚又鱼 以后我们结婚可要来喝杯喜酒啊 楚又鱼 这名字还真是好听 一看就是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流川笑嘻嘻的与村里人告别 然后带着楚又鱼顺着小道往爷爷奶家走去 小川子 你带这些做什么 我和你爷爷都不爱吃 花冤往前 奶奶 石油鱼特地给你们买的 有些麦片之类的 可以当早餐吃 闺女啊 你的心意爷爷奶奶收到了 下次就别买了 你和小川子能多来玩 爷爷奶奶就很高兴了 爷爷奶奶 我们会经常来看望你们的 好好 走 去吃饭了 奶奶给你俩做了很多好吃的 吃过晚饭 流川和楚又鱼走在农村的林间小道上散步 不得不说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 没有汽车的尾气 到处都是鸟语花香的 小汉包 你觉得乡下怎么样 很好呀 爷爷奶奶都很好 我很喜欢这里 那就好 我还怕你不习惯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没有电脑 没有手机 经常和小伙伴来这边抓鱼 弄了一身泥巴 每次回去 都被我爸拿着六条追着打 你看这里还有云呢 对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小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的 后来我爸开了新房子 才搬到那边去的 后来为了工作 我们就搬城里去了 穿过一条小巷子 流川和楚又鱼来到了一处用红砖垒起来的砖瓦房 流川打开前后推搭的木门 轻轻的空气流动进来 将室内的一丝沉闷老旧的气息去散 怎么样 小汉堡 是不是和想象中有差距 啊 没有没有 小时候我可是很调皮的 在墙上忘画 还被老流给打了一顿 可惜 我的画家梦就这么被饿舍 怎么 你不信 没有没有 我信的 我可没骗你 你看那边 小川哥 好厉害 好好看 晚上流川带着楚又鱼来到县里的夜市 小县城的夜市不大 但出来乘凉逛一逛的人非常的多 想不想吃 想 想吃 老板 来凉碗土豆 咬辣吗 微辣 特 特辣 多加一点红油辣椒 小川哥 你不是喜欢吃辣吗 今天晚上吃多了 想吃点清淡的 没想到 你们两个少年轻还挺嫩次辣哦 我女朋友是川鱼来的 小意思啊 咦 怪不得 没想到还能遇到川鱼老乡哦 老 老板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三层那里 小六啊 是辣店人吗 看着楚又鱼和老板侃侃而谈 对于这种变化 他有些欣慰 也有些感慨 找个时间 带小汉包回一趟川鱼吧 到时候给小汉包一个惊喜 和老板告别后 流川和楚又鱼走在夜市里 边吃边聊着天 小汉包 真的不赖吗 不赖啊 走吧 再逛一逛就回家 小小的夜市被两人逛了一圈 随后两人又买了些东西就回家了 回到爷爷奶奶家后已经九点多了 爷爷奶奶 你们怎么还没睡 不是说不用等我们吗 洗脚水在锅里 小川子你快带闺女去洗漱吧 爷爷 你也早点睡吧 快了 我坐完就睡 小川子 你们去县城 玩得怎么样 逛了一下夜市 还挺不错的 跟小时候差不多 流川和爷爷闲聊起来 两位老人在农村 他们这些亲人大都已经搬到城里 确实没有多少人陪着聊天 除了过年能热闹一下 想把二老接到城里 但还是有点难度 主要是二老比较倔 肯定不会同意 夜色渐深 满月蜥蜴 整个天地间只有虫鸣不断 怎么了 小川哥 我想去上厕所 可 可是 我送你去吧 走到走廊里 外面月色如注 将大地染成一片亮影 就在这时 走在前面的楚又鱼 传来一声惊叫 小川哥 爷爷他 流川赶忙跑到他的身边 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 堂屋还亮着灯 而爷爷已经倒在了一堆竹条上 眼眸紧紧地闭着 嘴角上还残留着血迹 小汉包 你留在家里照顾奶奶 把奶奶安抚好 我送爷爷去县里的医院 小汉包 好了 在家照顾好奶奶 没事的 嗯 小川哥 你快送爷爷去医院吧 我没事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奶奶的 你别担心 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月色下 大黄狗大声地熬叫着一路跟随 似乎也在担心老主人 大黄 守好家 相见的公路上都没啥车 刘川将车速提到了最快 脸上早已没头紧锁 就怕爷爷坚持不住 刚才在楚又鱼面前他没有表现出来 免得让家里的两人慌乱 上一世 爷爷的病就是因为发现的晚 肺癌发作去世的 这一世一定来得及 乖闺女 你怎么在这里啊 奶奶 我 我 楚又鱼赶紧上前扶住奶奶的胳膊 有些迟疑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不吓到奶奶 乖闺女 没事 慢慢说 告诉奶奶发生什么事了 楚又鱼轻声细语地给奶奶诉说起来 边说还时刻注意着奶奶 生怕她承受不住出现状况 奶奶 奶奶 你没事吧 奶奶 你别吓我 闺女 奶奶没事 奶奶 你别担心 小川哥已经把爷爷送到医院了 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嗯 我知道了闺女 闺女 你还没吃早饭吧 奶奶去给你做 奶奶 你休息一下 我去做就行 柴火灶你用不来的 用得来用得来 我小时候就烧过 奶奶 你想吃什么 我去做 刘奶奶还是坚持要站起来 她不想闲着 只有忙起来才能不去想她爷爷的事情 县医院 老刘和姜梅也赶了过来 医院的灯光有些冷 大厅里都没啥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天刀蒙蒙亮 急救市门口的灯终于熄灭 医生抹着汗水开门走了出来 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 你们是患者的家属吧 来借一步说话 患者现在心跳平稳 铺离生命危险 已经抢救过来了 这点你可以放心 但我们发现患者的肺部上 已经出现癌变状况 建议转到大医院检查 我们医院的设备 暂不足以进一步分析 爷爷的肺癌 这是提前了吗 为什么 那医生 我想问一下 我爷爷是为什么会吐血昏迷呢 这个不好说 能问一下患者昏迷前是什么状况吗 我们是在半夜发现的 那大概是晚上熬夜工作 操劳过度 加上呼噜太多的尘埃 以后要让病人多休息 不要太操劳 好的 谢谢医生 我会注意的 病房内 见爷爷仍然在熟睡 刘川便出门通知 处幼于和老妈爷爷 已经平安的消息 小汉包 奶奶知道了吗 嗯 奶奶就在旁边 那你告诉奶奶 不要担心 爷爷已经平安了 反正我开车来接你们 出了医院 刘川开着车一路火光带闪电 赶回奶奶家 小川哥 爷爷没事吧 没事了 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奶奶呢 你有告诉他事情吗 没有 我只说了爷爷已经醒过来了 嗯 好了 别哭了 等会儿让奶奶看见了担心 奶奶 我回来了 小川子啊 你爷爷怎么没回来 正好他病好了 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奶奶 爷爷还要在医院住一阵子 我爸和我妈 现在在医院找看呢 小川子 你告诉奶奶 你爷爷到底得了什么病 连儿子儿媳都过来了 他由不得怀疑 小川子 你老是给奶奶说 奶奶坚持得住 奶奶 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了 爷爷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爷爷昨晚操劳过度 咳学昏迷 在医院查出了肺癌 不过现在还是早期良心的 去大医院 可以治好的 奶奶 奶奶 闺女 小川子 我没事 奶奶 你别担心了 小川哥说 爷爷可以治好 就一定能治好的 小川哥从来不骗人 对的 奶奶 你相信我 乖闺女别哭 奶奶没事 奶奶相信你们 奶奶 我准备把爷爷 接到城里去治疗 如果爷爷不同意 还要烦请您多劝一下 小川子 奶奶知道 大城市的医院治病 要花很多钱 这是奶奶和爷爷 这些年存下来的 你拿着 奶奶 哪用得着你掏钱 你爸妈也不容易 不能为了我们花光积蓄 到时候你还怎么 娶乖闺女 奶奶 娶我不 不花钱的 奶奶 不会用我爸妈的钱 也不用你和爷爷的钱 我赚了很多钱 用我的钱就行 小川子 你哪来的钱 不要骗奶奶 真的 不信你问又鱼 最后在 楚又鱼的解释下 刘奶奶才相信 自己的大孙子 现在是个 有钱人的事实 那也不能用你的钱 你自己留着结婚用 刘川和楚又鱼 劝了好一阵 刘奶奶都不同意 无奈 她只好收下 此时大概十一点过 医院大厅 稀稀落落地做了一些 来看病的人 小 小川哥 爷爷的病真的能治好吗 当然 你还信不过我吗 就算国内医疗没办法 我也会把爷爷 送到国外的医院的 小汉包 不要难过了 爷爷肯定会没事的 可我总觉得爷爷生病 是因为我的原因 要不是我想去玩水 爷爷也不会熬夜 去做竹篓 这怎么能怪你呢 爷爷应该本身就有病症 熬夜只是让那个病症 表现出来了 正好现在发现得早 可以早去治疗 要是等癌细胞发展到晚期 那才是后果难料 除了于静静地听着流川的话 心中的愧疚也逐渐消减 我 我知道了 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吧 嗯 我们是 病人现在已经确定是得肺癌 但是现在发现得早 机会很大 只要进行相对应的治疗 很快就能恢复的 嗯 那麻烦你们医生 应该的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女孩是学校公认的丑小鸭 可你却要发誓守护她一辈子 只因你知道 十年后甘愿为你献出生命而死的 正是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小 小川哥 下雨了 下个雨而已 笑那么开心干嘛 我们回不了家哦 就是开心嘛 我本来是很讨厌下雨的 可是和小川哥在一起的话 就会觉得很安心 稀稀利利的雨滴 从天空坠落 溅落在地面 有些化为毛毛雨 打落在两人身上 小川哥 有你在身边以后 我好像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以前我真的好怕下雨 我怕被雨淋湿 因为我的伞很破旧 也怕奶奶和又微待在家里 雨水会顺着屋檐上的洞滴下来 整个屋子都变得好潮湿 可有了你以后 你真的帮了我好多好多 生活好的我现在都不敢多想了 要是以前的我 肯定想不到 我会这样喜欢一个安详的雨夜 小汉包 你不敢想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晓得不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就算雨夜漆黑冷冽 只要我在你身边 我就会给你温暖 你相信吗 嗯 我信你 小川哥 时光荏苒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 爷爷也顺利出院 剩下只需要定期去医院 进行检查和相应的治疗 即可康复 长达两个多月的假期也结束了 刘川和楚又宇也迎来了开雪 闺女 东西带齐了吗 带齐了 阿姨 臭小子 你呢 老妈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把你丢到国外 我都不担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又鱼 嗯 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姐姐 你和小川哥哥要走了吗 嗯 又微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姐姐 又微一定会听话的 又微会好好读书 会好好照顾奶奶 也会好好想姐姐的 姐姐 等你回来 又微就长大了 那时候 我保护姐姐好不好 好啊 又微 姐姐等你长大 好了 爸妈 爷爷奶奶 还有小又微 除奶奶 你们就别送了 我和又鱼 早都上了好了 接下来 就是我们俩自己的路了 照顾好闺女 听到没有 没钱了 就和家里说 在那边要和同学好好相处 嗯 知道了 几分钟后 江梅看着两人的背影 心里空落落的 前往京城的旅客 请注意 您乘坐的B284次航班 现在已经开始登机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初时登机牌 由B2号登机口上飞机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微风拂过的夏天 带着树梢上的绿色悄然离去 秋风袭袭 大雁南飞 枝头黄叶被秋风吹散 属于流川和楚又鱼的新生活也开始了 两位这里是新生报名处 你们来参观的话 可以去其他地方哦 这位是学姐吧 我们就是来报名的 不好意思 你是送女朋友来报名吧 不是 我们两人都是来报名的 情侣同时考上北大 是真的少见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帅气的一对 真是对不起 我看你们都没带啥东西 也没家长陪送 还以为 没事的啊 学姐 我们的家长 只是去天安门参观去了 旁边的楚又鱼写字的手顿了顿 但没说话继续安安静静的填写着表哥 只是旁边有家长来送的学生 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小川哥 你为什么要骗那个学姐啊 小汉包 这是我对你大学上的第一课 再好好想想 小川哥 我 我想不出来 你只要明白 藏 鱼 手 拙 这四个字就行 小汉包 你想想 如果刚才我们说 就是自己万里迢迢来上学 其他人会怎么看 会觉得 我们很厉害 这只是奇异 还可能会收获 那个学姐 或者一些人的注目 但其他有家长送的同学 肯定会很大 说不定就是因为 之前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住 然后在意想不到的时间 顺手也好 故意也罢 给我们十半子 当然 这只是有这种概率 不一定真的会发生 也没必要把自己想得太好 来这里的人都是学吧 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这种发生的可能 大学是个小社会 你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四年 他们的性格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低调一点不招惹是非 准备错 小汉包 特别是现在不同于高中 你要住宿了 要和三个陌生人住在一起 要注意观察每个人的性格 好的就结交 不好的 也尽量不争问平常性对待就行 尽量不要闹矛盾 懂了吗 嗯 明白了 女生宿舍就是这里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自己了 我也要去找我的宿友了 嗯 两人分别后 楚又鱼也来到了宿舍 你好同学 我叫楚又鱼 是三号床位的 哦 原来是楚同学 我叫郑林 是二号床位的 楚同学也是汉语言文学的吧 是的 那就好 我还以为会分配到别班的宿舍 那就太糟糕了 楚同学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宾城 郑同学呢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 有空可以带楚同学参观京城的景点哦 好呀 宾城也很漂亮 如果郑同学有时间来的话 我也可以带郑同学玩 好呀 好呀 这就是未来四年的住处了吗 刘川心中感慨一生 也不知道未来的宿友是个什么样 在大学 宿友一定是最特殊的存在 他可以是儿子 也可以是爸爸 说曹操曹操道 这就是我们的老四了吧 我是一号床的李达锤 来自陕北 这位是二号床的万硕 土生土长的京城人 这位是三号床的徐马 来自福建 我叫刘川 从南方小城 平常来北丘取真经 哈哈哈哈 还来了个唐僧 那我们307不如就叫取经四人组好了 求取的真经就是在大学四年找到女朋友 对对对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 我有女朋友 高中都穿着校服 都不会打扮 谈的女朋友能漂亮到哪去 大学里的学姐才是无备的追求 谁说高中的女生就不能漂亮了 我女朋友很漂亮的 还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姐你就吹吧 反正我们又看不见 你吹成大明星都可以 你 大学里的同学确实要漂亮很多 但也不能否认高中也有美女吗 第一天就能矛盾 耐着的寝室以后肯定不会舒服 好了 我们不仅要追求长得好看 也要追求内在美 不然空有七表 不就是花瓶吗 嗯 我觉得老四说的有道理 反正我肯定要找一个极漂亮 性格又好的女朋友 老三你小子倒是想的美 老三身高是硬伤啊 不过你只要肯打扮打扮 还是有希望的 真是奇葩室友欢乐多 闲聊过后 刘川出来后 静止来到楚又鱼的宿舍楼外面 给楚又鱼打去一个电话 然后就在下面树荫处等着他下来 怎么了 才这么点时间不见就想我了 没 没有 好了 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走 我们去超市逛一逛 买点生活用品 嗨 溜帅哥 鱿鱼 原来你跑两个块 就是来捡打帅哥 怪不得怪不得 楚又鱼塞鞭涌上一抹红韵 粉腻的脸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小 小川哥 这是我的室友江丽 是四川的 刚才都听你一名说 鱿鱼有个高高大大 有帅气的男朋友 还真是名不许全 鱿鱼寝 看来都是美女啊 你好江美女 哎呀 当着我们鱿鱼的面 夸其他人不怕鱿鱼吃醋吗 当然 鱿鱼在我的心中是最漂亮的 鱼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楚又鱼对于流川 当着两位室友的面夸自己 放心微修 但又像吃了蜜糖一样甜蜜 我们要去超市购物 两位美女呢 我和鱿鱼也有起超市 都看流大帅哥和鱿鱼 欢不欢迎我们两个点灯跑了 好呀好呀 一起吧 那就走吧 两位美女 你们寝室只有三个人吗 还有一个的 她和家长出去了 还没有来 哎 对了 你和鱿鱼的家长都没来吗 嗯 我们俩自己来吧 你们的家长放心 让你们独自来读书呀 郑鱼是因为家就在北京 家长开个车送过来 就半小时车程到没什么感觉 而江丽从四川过来就比较远了 所以都是家长一路护送过来的 现在是法治社会 又没什么危险 而且我俩都见过这种家长了 好 好厉害 我和鱿鱼要去那边 买枕头被套之类的 找上用品 两位呢 这些我们都有 我们随便逛逛 看有什么缺的 那行 等会儿再收鸣台集合吧 说吧便牵着楚鱿鱼 走向家具区 等看不见正名江丽两人后 楚鱿鱿鱼抿着嘴唇 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问 小汉包 怎么了 有什么就给我说呗 咋还不好意思呢 小川哥 刚才为什么又要实话 告诉玲玲和江丽呢 我说的低调 也要分情况啊 这都是你朝夕相处的室友 在撒谎 不仅有被揭穿的风险 让他们觉得你不诚实 从而疏远你 而且说实话 也能让他们觉得 你有能力 对你更尊重 小汉包 你记住 对待朋友 只有真心 才能换真心 不过 凡事都要留一个心眼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你有什么拿不准的 就来问我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这个傻白天 要是不好好引导他 真怕他被别人骗了 还帮着数钱 小川哥 有你在真好 因为是开学季 所以超市里挤满了人 买完东西后 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总也满满了 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好呀 吃什么 要不要死死活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怎种一点的 这里不是有个本地人吗 郑同学有什么推荐没有 我知道附近有家金菜 口碑还不错 穿鱼火锅倒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可以 来京城第一天 当然得尝尝金菜特色 火锅下一次怎么样 好呀好呀 早就想想被已经烤鸭了 那就这么定了 刘川算是发现了这个江丽就是个吃货 要是楚又鱼没有遇到那么多苦难 可能也是这样吧 这可能是川鱼人 除了老子数到山外的 又一个被动技能 无嘴香 犹豫 你看看你这两船 欺负人 吃完晚饭楚又鱼和流川 漫步在清北的校园里 清北的夜景也还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白天看得那么清楚 但朦朦胧胧欲盖弥彰 更加适合小情侣约会 小汉包 你觉得你的室友怎么样 玲玲和江丽都很好呀 你明白就行 可以和他们多接触 我知道了 两人静静地走了一圈 刘川见楚又鱼额头出了一些危汉 便带着他坐到湖边的长椅上 小 小川哥 真好 我们又能一起上学了 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 嗯 大学才刚刚开始 月色如水 我说了 要想看学姐的兴致来 这个点来 等等 那里有美女 我去 这飘逸的发丝 这身段 这绝对是咱们北大的笑话了 切 右锤 乌漆马黑的 你能看个锤子 与此同时 徐马也看了过去 结果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 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眼神里全是不敢置信 我去 虽然乌漆马黑的 但这轮廓 绝对是美女 美女 这绝对是仙女好吧 你们怎么在这 忘了跟你们介绍了 本来准备后面再告诉你们 既然都看见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女朋友 楚有鱼 你们三个不在宿舍吹空调 跑到卫明湖干嘛 我说来 讨厌情操 你信吗 刚才事实中要来看美女的 你别听万硕这小子胡说 你们看 这月色下的卫明湖 多么的有识意 正是我被青年 提升思想境界的好地方啊 老四 啥也不说了 等你回寝室 我们再慢慢聊 你们继续 我们就不打扰了 楚又鱼见到流川 是有滑稽的模样 忍不住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那一笑像是月色下的红眉 暗香浮动月黄昏 小汉包 你别看他们这样 其实心肠不坏 嗯 我就是觉得他们有些 他们是有些奇葩 可能是想找女朋友都磨着了 不用才艺 走吧 时间也不早了 送你回宿舍 说完 两人便沿着胡岸朝女生宿舍走去 此时 远处的小树林里 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从阴影里走出来 这样真的好吗 谢 你不想看看老四是怎么谈恋爱的 我们这也是为了老四好 万一他要是做出什么情事不如的事 我们也好站出来劝谏阻止 不能坏了我们307寝室的名声 赶快跟上 喂 你们三个 在做什么 和处幼于分别后 刘川就准备原路回南生宿舍 看着身边一波又一波的保安 举着手电筒到处查看 这里的治安就是好 不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清北算是来对了 至少校园内不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成员 来骚扰学生 刘川正感叹呢 就发现不远处有两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怎么感觉他们像是做贼心虚 这俩小子瞒着我肯定没好事 万叔 你们跑是吗 呃 好好好 我们我们在夜跑锻炼身体 对锻炼身体 夜跑 夜跑怎么见到我就走 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是吧 怎 怎么可能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不然让你知道什么叫无情的铁拳 我说 我说 我们这是为了帮你做参谋 怕你做错事 流川一愣 稍微想了想就知道了几个室友在后面跟踪偷窥自己 只能说 沙雕室友欢乐多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 许马呢 许马 许马呢 刚才还和我们在一起的 果然是乌合之众 三人一起行动 连丢了一个人都没发现 算了 先回警示吧 说不定许马已经到宿舍了 嗯 对对对 他一个大活人也不可能走丢 三人紧敢慢赶地走到宿舍楼下 刚准备进去 就看见远处跑来一个奇形怪状的人 老四你看那人是不是有点像许马 流川应声望过去 只见此人头发乱糟糟的还挂着很多树枝 短袖也是破破烂烂 挂满了叶子 老二 老四 你跑哪里去了 我可是差点被保安给抓住 险些就见不到你们了 我说许马 你这是去哪当特种兵了吗 哎 别说了 我在小树林里荒不择路 碰到了多少队野鸳鸯 被骂得荒不择路的乱跑 还差点被保安给捉住 哦 野鸳鸯气说 万硕双眼放光 直接忽略了后半部分差点被保安抓的事 你和李达锤跑得飞快 好意思 我这不是保存有生力量吗 我说你们跑来偷窥 受害者应该是我吧 哈哈哈哈 不要再以这些细气嘛 喂 你们三个进不进来 我要关门了 进来进来 等等阿姨 回到宿舍 三人见流川真的没有和他们生气 才恢复了有说有笑的常态 流川收拾好东西后 看着阳台洗漱也不忘追问野家阳细节的万术 还有也加入进去的李达锤 固有的感慨 中火一时 感觉这次的大学生活会更有意思 此时 女生宿舍 除又鱼的第四位舍友也回来了 文文 你回来了 是啊 你们今天去哪儿完了呀 吃广了一哈吵死 然后林林带我们吃一次精神提示菜 那个精神肉丝和烤鸭真的好好吃 文文和翅夜一起吃一次怎么样 说着说着他抹了一下嘴角 大大的信念都放着光 江丽 我看是你又想吃了 嘿嘿嘿 没办法 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也觉得今天的饭菜很好吃 下次聚餐就选那里怎么样 对 我们亲死还没一起举一举 正好闲待文文也回来了 不如军心外吼都再一起一次 我没问题 林林呢 高文倒是无所谓 他感觉自己的几个室友都还不错 在京城也没什么同学朋友之类的 就他一个人从魔都来到京城读书 说不忐忑那是假的 可以呀 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鱿鱼的大帅哥男朋友 帅哥 鱿鱼有男朋友了吗 文文 你不知道 鱿鱼的男朋友可甩了 鱿鱼的男朋友不仅人长得帅 而且对鱿鱼超级好 哎 要是我有这么一个男朋友都好了 你就别打去鱿鱼了 你看鱿鱼都害羞了 鱿鱼是高中就和你男朋友在一起了吗 是啊 是谁追的谁啊 楚鱿鱼脸上的红柿都跑到了耳朵根处 低着头犹豫了半天 才缓缓开口道 是 是他先保护我 其实我那时也很喜欢小川哥的 那岂不是说 鱿鱼你们是双向奔赴咯 真好呀 不仅是双向奔赴 而且还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大学四年又能在一起 不用忍受异地恋之苦 对了 楚鱿鱼可不可以说说 刚到寝室时说的那些事情 争得同意后 他便把流川给楚鱿鱼复习 还有帮助全班考上重点大学的事情 都讲得了出来 哇 怎么厉害你骂 烂靠桑被打 已经是瓶紧了圈里了 鱿鱼 你能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吗 嗯嗯 我也有些想听 楚鱿鱼推脱不过 只好把自己受人欺负 然后小川哥挺身而出的事情 说了出来 我靠 这都是什么人啊 尖子就是人渣 连鱿鱼怎么漂亮 空爱的女孩子 都能任性欺负 就是 人渣都是青了 这种人就该枪逼一百遍 霸凌这种事 简直就是不可原谅 好啦 其实 因为这件事 我才和小川哥有了联系 如果是以前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把这件事给说出来 但自从和刘川在一起之后 他已经对这件事看开了很多 都可以笑着说出来了 你们几个说说好没有 走 去开班会了 来了来了 几人来到教室 里面已经有一些人坐在一起小声地交流着 大锤 老三 老四来这里坐 这里有位置 靠 让老二抢了个心 刘川笑着摇头 走了进去 然后其中一大半女生都看了过来 好 好摔 七只也很好啊 没想到班上还有真等摔哥 西西 等会儿要不要去要个联系方式 哎呀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 急什么 九次九次 第一次班会无非就是自我介绍 让大家彼此互相认识一下 所以结束得很快 刘同学等一等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吗 等会开学典礼结束 我请刘同学喝杯咖啡吧 不知道刘同学有没有空呢 改天吧 我等会还有事情 李立望着刘川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他嘴角翘起一个弧度 欲擒故纵吗 这种小手段我见得多了 就我这姿色早晚拿下你 今天是军训第一天 一大早 四人吃完早餐就来到操场 刘川没有去找楚又鱼 还是想让他能适应学校的生活 而且有那几个室友 他也不会出事 刘川站在操场边边和几个奇葩社友聊天边想到 这时突然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人的闲聊 刘同学早啊 这女人怎么阴魂不散的 总之还是不要过多奉承为好 刘同学 谢谢你昨天帮我的忙 要是不请你吃顿饭 我都过意不去 吃饭就不用了 再说我不过是顺手之劳 同学之间帮助 应该的 那能不能加你的企鹅好友呢 如果你有用的当我的 也好联系我 看着李立都快凑到自己身体上了 要是被楚又鱼误会了就不好了 刘川赶紧答应 李达锤三人正正的望着李立妖娆的背影 直到彻底离开后 万硕率先从震惊中回过神 刘哥 你真是神 这才过去多久 就把班上的女神给勾搭上了 滚犊子 什么叫勾搭上了 没看见我鼻子不羁吗 刘哥有嫂子那样的女朋友 肯定看不上这些雍之俗粉 还是老四仗义 知道给兄弟们留一口汤喝 老三别灰心 当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时 一样没有女生愿意来了解你 靠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那就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的女神早已和别人生孩子了 滚了 我是在劝你遇到合适的人一定不要自卑 要放手去追 不然以后会后悔的 你这孩子完全没明白我的一番苦意 决定了 我一定要把李立追到手 本来还互相吐槽的万硕和许马都是一愣 刘川也看向李大锤 大锤 你没发烧吧 别把脑子给烧坏了 滚犊子 我好得很 就这样 白天训练 训练完刘川就去找楚又鱼 晚上回寝室就研究研究阶级斗争 十几天的军训很快就要结束 男生们枪也摸了 也渐渐适应了军训的强度 开始期待起最后一天的篝火文艺晚会 刘哥 晚上的篝火晚会怎么说 我们恋爱神教就等着你发话呢 还能怎么说 你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就行 想谈恋爱就别害羞 大胆往前冲 刘哥不上去洗个头 给兄弟们示范示范 我就不去和你们这些牲口整了 我还有事呢 刘哥你有什么事 这可是在女生面前装一波的好机会 表现得好 以后想要泡妹子不就手到擒来了 你懂个屁 我教主刘哥还用去展示这些 泡妹子那也是小意思 而且有个美若天心的嫂子 其他庸之俗粉拿入到了刘哥的眼 对对对 刘哥到时候要去找嫂子吧 小 小川哥 你怎么过来了 你那边不要紧吗 放心 我能过来自然是没事的 楚又于点点头 放下心来 对于刘川专程过来陪自己 他心中也是甜蜜不已 豪花眼都快弯成了胎心的月牙状 刘大帅哥 你还真是从我家有余 那是 宝藏女孩当然就要宠着 你还真是 不过我家又于确实是宝藏女孩 你不知道我们班上可是有好几个男生 对又于有意思哦 说完还对着刘川眨着眼睛 算是借此提醒刘川 刘川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过激的情绪 也没去问楚又于 刘川当然是相信楚又于的 他只是想让楚又于少受那些人的打扰 快快乐乐的享受完大学生活 小小川哥 对对不起 小汉包 你说什么对不起 我我 楚又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非常害怕小川哥生气 他咬着嘴唇望着流川 精致的小脸都快皱成一团了 好了 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 他们喜欢你 是因为你很优秀 这是变相的夸赞你 难道你以为我会生气吗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说明我的女朋友非常非常的好 真真的 我还会骗你不长 好别多想 小川哥 你真好 这时候侧的一个男生走了过来 微笑着说道 你好 我是楚又于的同学 我叫宋航 你是楚又于的男朋友吧 他虽然在和流川打着招呼 但目光一大半都放在楚又于身上 楚又于好似没听见 也没去看他 只是紧紧的抱住流川的手臂没松开 哦 知道了 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不要挡住我们 希望你能配得上楚又于 高文等宋航走后 才凑过来提醒到 那是我们班选的班长 从军训的时候就公开表明想要追又于 不过被又于给言辞拒绝了 就是总汉还不自行 副狗每次都被我们给拦下来了 嘿嘿 军训后我聚的楼我请客 小 小川哥 我不是有意不告诉你的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被宋航追求的时候 他就鼓起勇气严厉的拒绝了 并且说了自己有男朋友 没想到宋航还不死心 楚又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好有几个室友帮忙拦下来 没事 我今天就来帮你赶走那些牛鬼蛇身 记住 你只能是我的 刘川和楚又于四人聊着天 也分出神看了一下前面表演的宋航 长得倒是人母狗样 加上身高也够 看起来还挺受欢迎的 不过这小子都知道了楚又于有男朋友还不死心 完全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以后这种人只会更多 看来开公司的事得尽快落实 而目不能低调下去了 只有提升了社会地位 这样的苍蝇才会减少 六大帅哥 宋航在看这边 今天我们搬来了一个新朋友 你们想不想认识一下 听见班长宋航说的话 汉语言班除了楚又于 请示四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外 其余人都以为是要表演什么新节目 都开心的喊着响 这位新朋友就是我们班女神 楚又于的男朋友 他此举可谓是一举多得 激起男生仇视的同时 说楚又于为女神 也能让女生嫉妒 被女生嫉妒的楚又于 只会迎来被孤立排斥的下场 而自己进水楼台先得月 抢先出场安慰在一班长身份 帮忙解决问题 自然比那个远在天边的男朋友 束手无策要更能讨得欢心 行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不就是想让我上台看我出丑吗 还自诚是我的朋友 请问 你认识我吗 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 我 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就说认识我 你还真敢说呀 我们从见面到现在 我只和你说过一句话 而且你明明知道 我是楚又于的男朋友 还要甜的脸去找楚又于 全班都知道你已经被拒绝了 但你还是不依不饶 说明什么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疯了 才出自下词来告示 你 你胡说八道 这位同学 我只是好心想让你上来表演 你不愿意就算了 这么能这么说我呢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好吧 你叫我纯粹的 就是想让我出丑 然后自己在台上表现 来取得别人的关注 而且 我好像也没说不愿意吧 同学们 我刚刚有讲过这话吗 没有 就是高行怎么回事 怎么能这样 这就是极度使人面目全非吗 行啊 大家不要在意 既然他想看我表演 我就上去表演给他看看 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就是 长得帅 还有格局 不像高行 说完流川便拿起一旁的吉他走到中间开始自己的表演 高行则是灰溜溜的走了下来 这 我就不信你还真的会 指尖浮动琴弦 优美的曲子在同学们的耳中回荡 随着流川的表演结束 周围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听着周围热烈的掌声 看到楚又于娇羞的模样 周行攥紧了拳头 却是彻底无言了 他本想难为一下流川 顺带在楚又于面桥表现一下自己 可没想到终究是弄巧成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沦为彻底的小丑 等等 我有话说 高行做出这种事情 根本不配当班长 你胡说什么 表面是只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纠纷 实际上高行算得很深 刚刚高行特意夸楚又于是女神 从而让班上的女生嫉妒 他想让班上的女生因为这个来孤立楚又于 然后自己进水楼台先得月 抢先出场安慰 再以班长身份帮忙解决问题 从而来讨得楚又于的欢心 你你胡说 那你说 为什么你霍流同学都不认识 你为什么想着让他上台表演 为什么又大听广众之下称楚又于为女神 明明知道楚又于有男朋友 还有追着不放 全部同学都知道你被拒绝了 可还是不依不饶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想想觉得自己差点就中计 险些就成为他的工具 我靠 高行看着人模人样的 竟然做这种事情 太恶心了吧 这种人根本不配做班长 不然以后班里还不得乱套了 小人之心最危险了 我们要求重新选班长 就是就是 重新选班长 此时的高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经过这么一折腾 他在班里彻底失去了地位 估计也不敢再找楚又于了 真有你们的 看来一顿犯案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消死一装 消死一装 很快 军训在晚会的落幕中彻底结束 不少同学抱着教官痛哭 以此宣泄离别之情 刘川和楚又于则偷偷牵着手 一起漫步在校园之中 你老看我干嘛 是我太帅了吗 我可没看你 小汉包 你是真汉 你 你又欺负我 欺负你怎么了 就是要欺负你一辈子 刘川笑了笑 却猛然间意识到 大学军训已经结束 那就意味着 真正的大学生活要开始了 小汉包 军训结束以后 除了上课 准备做什么 我还是准备打工 然后存一些钱 等到假期的时候 我还想去偏远山区支教 你打工我就不说了 怎么会突然想去支教 那里条件都是很苦的 你说得了吗 小川哥 你忘了吗 我也是山区出来的 当然能吃得了苦了 可是这也不是你 非要去支教的理由吧 其实 你想的话 你也不用打工 我现在赚的 就是给你花的 你尽管拿去用 如果你看不惯有人过得苦 我就赚更多的钱 然后一起去做公益怎么样 不行 小川哥 那些都是你的 我也想独立坚强 不想永远受你的照顾 我希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够保护小川哥 你知道吗 山区有很多和我还有又威一样的孩子 他们吃不饱穿不暖 渴望念书 我想做他们的榜样 让他们找到活下去的信念 我也想让你为我骄傲 楚又云说话的声音很小 可一字一句 却相当坚定 刘川叹了口气 知道左右不了他的想法 便轻轻点了点头 两人在宿舍门口分别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 刘川没有急着回宿舍 而是继续在宿舍楼下散步 假期结束之前 必须做出点成绩 然后和学校里的支销机构对接 这样至少安全一些 时间转瞬即逝 刘川也把自己的淘宝店铺搬到了京城 这个周末在刘川和楚又鱼的帮助下 陈小最挤人也是把淘宝店铺给收拾好了 现在时间还早碍 要不我们去王府井商业街逛逛吧 好啊 反正今天我们的宿命是陪陈姐 今天你还有什么功课要做吗 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已经完成了 既然小最姐想去逛商场的话 我们就陪她去吧 王府商业街的东西要比其他商场的高档一些 相应的价格也要贵上不少 又鱼试试这件衣服 合适的话我送你一件 不用了 小最姐 我有衣服穿的 这次来京城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 一件衣服而已 你就不要跟我推脱了 主要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很配你 你先试试好不好看 你先去试试 不好看咱就不买 嗯 那我去试试 刘川都这么说了 楚又鱼只能硬着头皮进去试一件试衣服 刚刚在外面她没好意思看吊牌 现在一番吊牌 四千八百块 快小五千了 都快赶上她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 太贵了 小最姐赚钱也不容易 还是不要算了 还没好吗 又鱼 马上 很快楚又鱼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哇 真的很适合你 刘总 你觉得呢 嗯 适合合适 那就这件吧 又鱼你先换衣服吧 我去买下单 真的不用了小最姐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旁后这的女导购眼看到嘴的鸭子快飞了 赶紧出口将人大夸特夸一番 小美女 这件衣服就像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简直比那天上的仙女还要美 而且这位美女和帅哥眼光那么好 你不相信我说的也要相信他们说的吧 就按我说的做吧 可 可是 别可是了 等楚又鱼走进换衣间 陈小最直接走去前台结账 却被刘川拦了下来 你也去选一件吧 就当是老板给员工的开工一把 要是只有楚又鱼一个人买了衣服 她心里可能会不太过意的去 我原本也打算给小汉包 添置一些秋冬的衣服 但是怕审美不合她的意 正好你审美在线 给我当了残谋 老板这是要跟我抢着买单 没事的 我把用鱼当妹妹 这点钱不算什么 我知道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感谢你 但是我身为唯一在场的男士 让女士买单怎么也说不过去 而且你还可以沉寂敲茶老板一番 你难道不心动 是啊 哪有心疼老板钱包 自掏腰包 给老板省钱的被压榨员工 她去橱窗模特旁边的一排衣架里 取下了一件小香风西装外套 穿起来比较显着气 就这件了 谢谢老板 刘川去前台结了账 等楚又鱼先开帘子出来的时候 女导购就直接把那件风衣包了起来 欢迎美女下次光临 楚又鱼一头雾水的看着陈小醉手里 拎着同样的一个纸袋子 她本来还打算劝小醉姐不要买这件衣服的 发什么呆呢 咱们下去大厅吃好吃的吧 小小醉姐 不用谢我 这都是老板的功劳 三人在大厅随便吃了点东西 出了商场后 又在附近的步行街逛了一会儿 直到刘川的电话响起 喂 老四你在哪呢 晚上辅导员要来查起 不 我马上回来 刘姐 我晚上还有事 咱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们先送你回去 好 对了 陈姐 以后要是在学校里遇到的话 你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不用叫老板 陈小醉知道刘川的顾虑 一来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二来他也不想太招摇 所以直接叫名字会方便很多 好 那我直接叫你小川了 就是不知道鱿鱼介不介意 不介意的 小醉姐 陈小醉不否认自己有打去楚鱿鱼的嫌疑 没办法 对于他这种可爱到犯规的女孩子 换谁都想逗逗他 将陈小醉送到小区门口后 刘川和楚鱿鱼散着不走回学校 今天走累了吗 要不要我背你 不用 不累的 路灯缓缓亮了起来 大道上车水马龙 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和司机名喇叭的咒骂声交织在一起满是人间烟火的气息 小川哥 你说如果幸福有形状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的 如果幸福有形状的话 它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春天的垂柳 夏天的梅雨 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 我明白小川哥的意思了 那你说说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下即是幸福 幸福可以是任何形状 它是人们所主观感受到的 并非客观存在的事物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在某一刻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幸福 那么那一刻便是幸福本身的存 就像春天才能看到柳树开花 夏天才有梅雨季节 秋天树木凋零枯萎 冬天飘下矮矮白雪 对吗 小川哥 刘川没想到楚又鱼搬用唯心主义的那套说辞 但是他表达出来的 的确是自己心中所想 小川哥 那是不是你们辅导员啊 楚又鱼的话拉回了流川的思绪 他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发现是辅导员林林 再一看手表 发现跟原定的查寝时间还剩不到一小时 小汉包 快跑 查寝了 对了老四 你今天和女朋友去哪 约会去了 去一鹤园那边逛逛 搁几个 一会儿查完请我第一个洗澡 一天走下来 小号还是挺大的 我现在只想躺下来睡觉 呦呦呦 不得了了 老四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闪开说说你和鱿鱼妹子到哪步了 什么 刘川和女朋友发展到那步了 谁发展到哪步了 因为辅导员查寝 所以307寝室的门是打开的 正在盘算刘川的其他人都没发现辅导员林林的到来 林林的一句话如平地惊雷 把寝室四人打个措手不及 林老师你来了 我们没说啥呢 刘川你是307的寝室长对吧 是的老师 寝室里没有人私藏违规电器吧 没有 林林的视线扫过了寝室一圈 还特意走到阳台上看了一样 确认没有写在校规的东西出现后 他才转身走了过来 我们班的几个男生寝室 就你们寝室卫生搞得最干净 要继续保持啊 好的老师 寝室就是一个集体 我希望你们能配合寝室长的工作 平时在寝室里要是有什么小摩擦 大家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说话 不要动不动就拿拳头说话 我可不想去教导出牢人 放心吧林老师 我们肯定不会放魂的 我们寝室可团结了 是的 林老师你完全不用操心 我们有分寸的 林林满意的点点头 在一众人的目光相送下 他走出了男生寝室楼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快说说你们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我们真的只是去逛了景点而已 而且不止我们两人 还有一个朋友 我那个朋友可是个大美女 你们就不想见见 想见 我也想 那今晚我第一个洗澡 改天有空带你们去见见 去吧去吧 没问题 三人不约而同地同意了刘川的要求 你说老四他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美女朋友 他一个外乡人来这里 认识的人不就只有他女朋友吗 等见面不就知道了 刘川洗完澡后就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发现处又于寝室的高文发来了一条消息 又于他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你明天开导一下他吧 刘川简单问了一下前因后果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京城的诱惑太大了 随时都可能会出现比自己优秀 比自己身世家庭好的人在 刘川在面临那样的诱惑时 又会怎么想呢 除又于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可是又发现自己是如此的离不开他 一想到他压力大就睡不好 刘川赶紧爬下床 跑到阳台上给除又于打电话去 怎么了 小川哥 你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呀 想你想的睡不着 是吗 当然了 不过你的语气好像不太对性的样子 是有什么烦恼吗 小川哥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快乐吗 他心里有些期待地等待着刘川的回忆 但又怕听到别的答案 很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都是我最开心快乐的时候 如果你还不清楚我的心意的话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除又于 这辈子我刘川就是为你而活的 太过震撼的话语 太过直白地表述 刘川用自己的方式 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 除又于眼泪毫无预兆地流了出来 他有些不知所措地蹲在地上 对 对不起 小川哥 我不该那么想你的 他本来可以接受黑暗 如果他不曾见过光明 除又于就是这样简单而矛盾的存在 他既想要流川全心全意的爱情 却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他的爱和付出 他是生于泥潭的野草 不想流川因为他而放弃摇曳生姿的牡丹 没事的 小汉包 你记住 我流川这辈子只为你而活 明白了吗 嗯 小川哥 谢谢你 现在我感觉心情好多了 流川的那番话是实实在在地说到了 楚又于的心坎 他擦干眼泪 心情有情转阴 说出了自己目前的烦恼 所以你是在苦恼自己没有症状传吗 这还不好办 你现在就给陈晓队发消息 问问他那里有没有女士西装 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会有的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小川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这好办啊 以身相许谱就行了 小 小川哥 你 你又拿我寻开心了 不是说好了的吗 等我们大学毕业就结婚 我 我知道 我也想 那在这之前我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吧 时间不早了 小川哥快点睡吧 我也要休息了 好 今天也累了一天 咱们早点睡吧 晚安 晚安小川哥 一日清晨 流川早早的起了床 吃过早饭 流川打电话给楚又于问陈晓最什么时候过来 中午饭点的时候过来 好 那你让他不用吃午饭 直接来我们食堂吃 刘哥 我们去接谁啊 朋友 难道就是你说的那个美女朋友 是的 好家伙 万硕和许马念叨那么久 我等会发消息刺激他们 他今天只是来送东西的 吃完午饭就走 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 不急着一时 你的意思是他会在这边工作 不出意外的话是这样 好啊你小子 你大哥我的幸福就靠你了 你也春心泛滥了 开玩笑的 两人走到校门口的时候 楚又于已经和陈晓最聊了一小会的天了 那个就是你的朋友吗 嗯 怎么样 没骗你吧 陈姐 这是我室友李大锤 我们一般叫他大锤 是安倍人 陈晓最陈姐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叫 他跟我和又于一样 是槟城人 陈姐好 李同学好 走吧陈姐 我带你去吃我们精大的招牌菜 流川走到楚又于的右边 陈晓最挨着楚又于的左边 李达锤健壮乖的跑到了流川的身边 他倒想走美女旁边 就怕美女尴尬 小醉姐 你想吃什么 这顿我请 你可以大吃特吃 好啊 那我一会儿就多吃一点 我要给你推荐二楼的脆皮烧鹅 味道很不错 是吗 那我们去上面看看吧 好 不得不说陈晓最长的确实漂亮 那傲人的身材和长相把李达锤迷的目瞪口袋 老四 你这个朋友有对象了吗 没有 什么叫没有吧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不过像他这样的漂亮女生追求者肯定不少 你真想知道 那当然了 那就自己去问了 笨蛋 李达锤刚想吐槽流川不够兄弟 但是转念一想 却又明白了他的用意 真蠢 对了陈姐 国庆节的时候你打算去哪玩呢 还没想好呢 你们呢 小川哥说他会带我去天安门广场看阅兵 挺好的 不过国庆那天人肯定挤爆了 我还是待在家好一点 小穗姐 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啊 叫我名字就可以 我正打算转岗 目前的工作还没确定下来 这要看我们老板把我安排在哪个职位了 你们公司有你这么聪明能干的优秀女性 你们老板真是赚到了 是啊 所以你也要加油努力才行 说不定以后能和陈姐一起共事 算了吧 现在的资本家都挺压榨的 我还是自己创业 然后把人挖过来比较理想化 要是打锤哥知道 小川哥就是小醉姐的老板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吃完午饭后 刘川三人将陈小醉送到校门口 又鱼 面试加油哦 嗯 小醉姐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 那个 你可以把陈小醉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起恶号就行 那我问问他吧 看他同不同意 好的 等你好消息了我的川 别叫他这么肉麻 我这辈子已经明草有主了 你没戏了 时光荏苒 刘川和楚又渝迎来了大学生涯的第一次寒假 刘哥 这个假期你们打算去干嘛呀 回老家呀 还能干什么 这样嘛 我想在京城这边晚几天 那你注意安全 记得提前买票啊 不然厨运你可回不去了 知道了刘哥 对了 李达锤那小子呢 不知道 昨晚就回家了 行啊 你们回家注意安全 我也该出发了 小川哥 时间过得好快 一眨眼就放寒假了 是啊 大学生活就是这样 不像高中过得那么累 其实我还是挺怀念高中生活的 虽然很累 但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是啊 如果那段时间只能用来回忆了 回去有时间的话 找高中同学聚聚也是可以的 嗯 小心 一辆轿车飞速地驶过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说时迟那时快 刘川赶紧把楚幼鱼拉了回来 薛德啊 开这么快不怕出车祸吗 就是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惜命 这种人出车祸也是活该 交通规则都不遵守 路过斑马县的人群里有人讨论起来 都在吐槽刚才小轿车的行为 小汉堡 你刚刚没被吓到吧 有一点 但是幸好小川哥把我拉了回来 不然我可能就是那个倒霉蛋了 要是楚幼鱼出了意外 刘川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没被吓到就行 这边有钱公子多 平时遇到这种事只能算咱倒霉 管他什么乖二代富二代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没事的 只要有小川哥我就不会受伤的 就算世界荒芜 只要有刘川在 楚幼鱼的世界就一定是色彩斑斓的 他的全世界就是刘川 好 那我们出发吧 切 算你运气好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拿到 一月份的槟城虽然不像京城那么冷 但也下起了挨挨白雪 刘川和楚幼鱼在一天的奔波后 也是回到了家里 老妈 我们回来了 哎呀 我的好闺女 你终于回来了 姐姐 小川哥 你们回来了 又威好想你们啊 小又威 你在家有没有好好听话 好好上学啊 有啊 又威一直很听话 我上学表现得好 老师还给我发了奖状 小川哥 我厉害嘛 厉害厉害 我家又威最厉害了 先去吃饭吧 我今天做了一桌子好菜 就等你们回来呢 吃过晚饭 刘川就带楚幼鱼出了门 宁静过年 他们要去准备年货 这是刘川和楚幼鱼一起过的第二个年 所以他想好好准备一番 小川哥 现在准备年货是不是还早了点啊 一点都不早 你要知道 槟城一到节假日 各大商场都挤满了人 明镜过年 人肯定更多 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 到时就不用和他们挤了 那我们要准备买什么呀 和以往差不多吧 对了 我们还得买一些槟城特产 到时开学的时候 带去给我们的室友尝一尝 嗯 喂 哪位 刘川知道我是谁吗 高航 你有事吗 不愧是刘同学 很聪明 我给你送了一份大礼 希望你喜欢 刘川一脸疑惑 可随后一道刺眼的光扫过来 紧接着一辆大货车 刘川的车被撞得在地上 好像还挺能想的 楚幼鱼在昏迷中 想起自己对刘兴许的愿望 刘兴许一定要让小川哥 一辈子平安无事 你们没事吧 行行 救护车马上来了 千万不能睡觉 刘川 你 你们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有点皮外伤 由于他还在昏迷中 医生说 目前没什么大碍 要等由于醒来后 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 我的闺女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家属吧 刚刚那起事故的原因 我们已经查到了 是大货车故意逆行 才导致车后的发生 而且我们通过监控发现 大货车司机是蓄移久的 他在路边停了好久 知道你们的车经过 他才便到撞向你们 目前驾驶员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有结果后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交警大哥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是谁 是吗 详细说说 随后刘川把接到高行电话的事情 全都讲了出来 交警也是极为震惊 他们没想到一个学生 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记下详细信息后 交警便回去把事情上报给了领导 刘川 怎么回事 你们在学校和别人闹别扭了吗 哎 这是说来话长 刘川把勾回晚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姜梅听了也是极为愤怒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就听到病床处传来了声响 这 这里是哪里 你 你们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又雨 你醒了 你没事吧 你 你们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又雨 我是小川哥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小 小川哥 我 我记不起来了 但是这个名字很熟悉 又雨 你 你记得我吗 不 不记得了 患者目前脑部有血块 暂时失忆也属于正常 休养一段时间是有可能恢复的 只是有可能恢复吗 定期复查吧 这种情况我也不好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除又雨终于回到了家里 他努力的追赶学习上落下的步伐 流川像跟屁虫一样跟在除又雨出现的任何地方 流川同学 你没有事情要做吗 你上哪我就上啊 没有什么比你重要的 嗯 我知道学习对你来说很简单 但你一直跟着我的话 又雨 你还记得我带你去看烟火那字吗 我对你告白 全校都知道 我有点印象 那天烟火很漂亮 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我记忆力不大好 现在背书都有些吃力了 我记得有你 但细节忘了好多 记得我在 但不记得对话细节了 那你还记得 在你家里流星闪过的时候 你对我说的话吗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场景 它会有印象吗 我记得你去过我家里 我们应该是很好的朋友 但细节记不太清了 除又雨看到流川失望的样子 心中一几 她的心仿佛在告诉她 眼前的男人对她意义特殊 可恶的高行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小汉包 小汉包 你没事吧 坚持一下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患者手术很成功 之前脑部的血块 也在手术清掉了 不过患者之前 受伤比较严重 目前还在昏迷中 至于什么时候醒来 就要看她自己了 医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医生面露难色 流川见状也没在追问 只能默默地守在她的身边 喂 刘总 我们已经收集到相关的证据了 随时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 好 我知道了 随后的几天里 流川不是在法院整理相关资料 就是在医院陪储幼女 终于审判高行的日子来了 在审判长的审讯下 高行也是锒铛入狱 罗律师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要是没有你 恐怕这个案子 没这么快结束 客气了 这是我们身为律师应该做的 小川哥 我全都想起来了 想起你对我的好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而我在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已经深深喜欢上了你这个大男孩 小汉包 我们结婚好不好 让我永远守护着你 这么快 还是先以学业为重吧 等毕业再说结婚的事好不好 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段时间 流川天天往医院跑 不仅要照顾楚幼鱼 还要替她补课 楚幼鱼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心疼得不行 还好 在流川的精心照料下 她很快恢复健康出院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流川总算盼来了毕业 楚幼鱼身穿高级定制婚纱 像是高贵的公主 没想到这辈子我还有机会 见到孙女嫁人 奶奶快别哭 以后我和小川哥一起照顾你 嗯 不说丧气话了 奶奶我身体现在好多了 还要看着你和小川子的孩子出生呢 听到这话 楚幼鱼脸颊默然一红 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嫁给流川 心都快跳出来了 有请美丽的新娘入场 听到思议的话 楚幼鱼穿着婚纱缓缓入场 所有人看着宛如公主般的楚幼鱼 都不由地惊叹 流川却什么都听不见 她一身黑色西装站在台上 紧张得手心不停冒汗 视线落在楚幼鱼身上就舍不得挪开 明明这么短的距离 流川却觉得自己等了很久 楚幼鱼 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楚幼鱼突然想起那次流川的表白后 他许诺过以后办婚礼 让他享受公主待遇 他的眼里满是感动的神色 小川哥 我要感谢你从始至终的保护我 爱护我 如果没有遇见你 还不知道我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我这还没开始呢 刘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宣誓了 还真是个急性子了 请问流川先生与楚幼鱼女士 你们是否愿意结为夫妻 从今天开始 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我愿意 我愿意 恭喜流川先生与楚幼鱼女士正式结为夫妻 流川与楚幼鱼望着对方相视而笑 主持人在旁边起哄 要求新人亲吻 楚幼鱼看着台下众多的人有些害羞 不敢直视流川 他睫毛微颤 无比动人 流川笑着一把搂过楚幼鱼的腰 在众人热烈的祝福与欢呼声中 霸道地吻向楚幼鱼 所有人都在替他们高兴 太好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老婆 你别哭了 难得大喜的日子 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对对对 今天是大喜日子 应该高高兴兴的 小 小川哥 怎么了 我们已经是福气了 你怎么还害羞啊 没 我只是 我来了 小川哥 你的手 你怎么还没关系的呢 我的手